五年前 她那么爱她 爱到甚至将自己作为礼物送给了她 那晚之后 她不再是纯情男孩 她说 叶婷 我好脏 而叶婷的回答让她永生难忘 她说 宝宝 你是我的了 以后我会当你这辈子最忠诚的守卫 无论你走多远 走到世界哪个角落 你一回头就能看见我 我发誓 那一瞬间实在太美好 每每午夜梦回 她都觉得那只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曾经说要当她这辈子最忠诚的守卫的人 现在怀抱里依偎着别人 原来 那用谎言编制出来的梦境困住的唯有她一人而已 她本以为他们再不会有任何的交集 但造化弄人 五年后 在她人生最狼狈的时刻再度重逢 她为了保住乐队 不惜尾身陪酒 她闭上眼 知道自己今天估计得被羞辱完弄到底了 就在此时 从外头进来了个男人 她醉眼惺忪看不去 来人眉目阴挺娘刚 神情冷淡 无端端多了份压迫和疏离 她瞳孔咒索 一秒清醒 竟然是叶婷 叶婷九九盯着她 半傻 她才伸出手 声音沉冷 好久不见 杨 嘉 丽 杨嘉丽慌忙把手在衣服上狠狠擦拭干净 想回窝住叶婷的手 可就在她的手即将碰到叶婷的手时 叶婷毫不犹豫收回了手 杨嘉丽伸着手 僵住了 心头莫名像是被拐了一小刀般酸疼 叶婷嘲讽道 杨嘉丽 你怎么变得这么俗气 说着转身朝着主座走去 杨嘉丽心中抽疼 当年自己顶着世俗的眼光 与她大胆牵手 如今为了点资源和钱 甘愿被人羞辱至此 难怪她会说出那样的话 她丢了魂试地坐回餐桌边 难看至极 包厢里的各位款爷一拥而上 个个争着抢着给叶婷敬酒 一位款爷朝着杨嘉丽吼道 姓杨的 愣着干嘛呢 还不给叶总敬酒 杨嘉丽倒了满满一杯酒 卑躬屈膝地去敬酒 叶总 我干了 你随意 她仰头一饮而尽 烈酒入喉 她腔的剧烈咳嗽了起来 叶婷微不可查地醋了醋眉 酒局散场 款业二代们纷纷告别散局 包厢内只剩下了 醉得不省人事的杨嘉丽和叶婷 叶婷看着扶在桌上的杨嘉丽 冷声讥讽 明明酒量差 还来酒局做陪 自作自受 杨嘉丽晃晃悠悠抬起头 露出一抹苦笑 生活艰难 被迫营业 叶总 我也要吃饭吧 叶婷冷冷哼了声 伸手拉起了杨嘉丽 她在门口招了辆出租 把杨嘉丽塞进去 给人系上安全带室 她听到杨嘉丽滴滴 唤了一声自己的名字 她整个人猛的一顿 她有些不愿 将车门碰得关上 自己和司机说地址 叶婷 杨嘉丽趴在窗上 两只小狗狮的失鹿眼眸带着醉意 盯着叶婷看 叶婷皱眉 想说什么 谢谢你父王 举手之劳 杨嘉丽已经醉得愈发头晕脑胀 说话也不经大脑起来 叶婷 这些年 你过得好吗 叶婷点头 很好 杨嘉丽失神地呕了一声 也对 看你这架势 连头发丝都是成功人士的气势 挺好 挺像个人的 她猴姐滚动了一下 忍不住又问 那你 叶婷冷冷打断 与你无关 杨嘉丽垂下眼皮 知道了 场面正尴尬着 杨嘉丽呼地看到旁边停着的豪车里 看出一个脑袋 亭哥 怎么这么久 那是个年轻的男孩 叶婷笑着回应她 抱歉小夏 让你久等了 这就走 冷不冷 要不我把外套脱了给你 男孩摇摇头 不用了 叶婷将她脑袋轻轻按回车内 乖 别把头探出来 当心碰着 小夏 我有点事 再等我一下 叶婷转过头悠悠盯着杨嘉丽 语气变得不耐烦 你还有话要说吗 杨嘉丽露出一抹苦思的笑语 低声难难 现在 没有了 杨嘉丽还是卑躬屈膝地来求前男友叶婷了 叶婷公司楼下 她顶着别人一样的目光执拗地从早上等到中午 可谁想 叶婷从电梯出来时还带着她的心欢 为了保住乐队 杨嘉丽咬咬牙还是走了过去 叶婷冷冷扫了她一眼 她的心猛的一跳 双手胡乱攥着 手心都紧张地发了汗 叶婷 叶婷直接无视她 转过头对前台小姐严肃训斥 你怎么回事 集团不是收留所 不要什么猫猫狗狗都放进来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杨嘉丽的脸骤然一热 像凭空被人甩了个巴掌 无地自容 叶婷忽而又宠溺地柔柔心欢的头发让她先走 两人难舍难分了好一会儿 那心欢才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大楼 叶婷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 这才慢慢转身 神情漠然地看着杨嘉丽 说吧 你来干什么 杨嘉丽低着头 总觉得自己现在像一个被万人耻笑的小丑 她局促道 想找你 说点事 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需要说的 叶婷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 你可以走了 臊的脸颊都要烧起来了 可是看着叶婷转身要走 她还是舔着脸跟了上去 对不起 我不是想打扰你 给我半个小时可以吗 叶婷背对着她 一言不发 杨嘉丽急了 十分钟 我就占你十分钟 说完我就滚 麻溜地滚 不脏您的眼 叶婷眼神深沉 两久 默默走进专用电梯 上楼 谢谢叶总 杨嘉丽瞬间喜笑颜开 打算跟着进电梯 叶婷却皱了皱眉头 这是高层专用电梯 杨嘉丽一愣 迈进电梯的脚步自然地退了出去 她强颜欢笑 哎呀 我这脑子又糊涂了 这个专用电梯事业总和叶总的心肝才能用 我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呀 她转身呼吱呼吱从楼梯往上爬 大丈夫能屈能伸 当狗十分钟 快乐一辈子 爸爸还怕你不成 终于 她喘着粗气走进了叶婷的办公室 叶婷正在埋着头皮文件 杨嘉丽犹豫着要不要开口 她看起来很忙 自己现在打扰她是不是不太好 纠结了好一阵 热婷突然抬头冷漠地盯了她一眼 而后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 你还有五分钟 杨嘉丽眼睛都动圆了 不是说好十分钟的吗 从你进门到现在 你已经浪费了五分钟 杨嘉丽急了 你也没说从进门就开始计时了 热婷你你你你这不是耍赖吗 热婷的脸色煞食就冷了下来 眼神刀剑式的毫不留情刺向杨嘉丽 杨嘉丽 我已经给了你十分钟 不要得寸进尺 还有注意你的用词和分寸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杨嘉丽一愣 眼皮慢慢垂下 头也低了下来 知道了 叶总 是她妄想了 僭越了 叶婷看着忽然沉默下来的杨嘉丽 喉结稍稍一滚 还有五分钟 赶紧说试 杨嘉丽搅着手指 慌忙开口 我今天来 其实是有个试 那个 她心里越急 口中就越不知如何表述 叶婷很是不耐烦道 还剩四分钟 消失五年的前男友一招 成了自己的上司 杨嘉丽走投无路 只能来求她 可是叶婷逼着她 让她答应一个条件 才肯帮她 叶婷冷哼着凑近她 在闻到她身上 那淡淡的酒气后 脸色骇人的猛然一沉 你又喝酒了 杨嘉丽傻愣愣地点头 来之前 喝了两口 叶婷的脸色难看极了 声音催了冰似的 我记得你以前 最讨厌满身酒气的人 杨嘉丽承受着 叶婷的话中带刺 垂眸道 当年是不知天高地厚 人都是要长大的 我也不能任性一辈子不是 她将计划书展示给叶婷看 并且保证 郭忠明也绝对不会让公司亏损 拿走 不看 叶婷毫不客气地合上笔记本 杨嘉丽可怜兮兮道 求你了 再给我们组合一个机会吧 叶婷把烟头掐灭在玻璃缸里 真想让我帮你 想 杨嘉丽没有半分迟疑 叶婷直勾勾盯盯着她 我可以帮你 但我有个条件 你做到了 我就答应你 杨嘉丽眼睛一亮 你说 叶婷饶友深意地看了杨嘉丽眼 打开手机日历 指着其中一个画了圈的日子问 这是什么日子 知道吗 杨嘉丽眼看去 心里咯噔一跳 那分明是她的生日 她和叶婷还在一起的时候 叶婷对她的生日总是重视到几乎过分的地步 她还记得 叶婷给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他们一起在凤山的山顶看日处 叶婷在她红彤彤的耳朵上亲吻着 生日快乐 宝宝 我爱你 她从回忆里挣脱出来 看着日历上的那个日期 有些不好意思地支支吾吾 这个 这个不是我的 没错 叶婷忽然笑了 笑意带了柔和 这是小夏毕业典礼的日子 那话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将杨嘉丽批的半天回不过神来 叶婷露出宠溺的笑意 小夏性格特别闹头 又小孩子脾气 她特别看重这个毕业典礼 我要是不送点能让她喜欢的礼物 估计又要跟我嚷嚷了 她突然抬眼看向杨嘉丽 满眼灵力 你帮我想想 该送什么毕业礼物给小夏 如果这是你办妥了 让小夏高兴了 我就帮你 怎么样 杨嘉丽身体一僵 她着实没想到 叶婷这个没有心的狗东西 会逼着她这个前男友 豁出脸皮给她的辛勤人 选礼物讨人家欢心 绝 真他妈绝 段子绝孙的绝 杨嘉丽降着性子 别过脸 我不会选礼物 你会 叶婷定定地看着她 还挂着点点笑意 小夏的性格很像曾经的你 小孩子心性 仗着身后有人就要上天 你喜欢的 他一定喜欢 我相信你选的礼物 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对吗 杨嘉丽心中富费 对个屁 她被社会毒打这么久 性格早变了 不过人家小夏 现在身后有叶婷 可自己一转头 空空如也 谁来帮自己呢 叶婷拿出张卡 推到杨嘉丽面前 这是买礼物的资金 你拿着 杨嘉丽低着头 想着有人疼的就是好啊 看着那张卡 她没接 叶婷见她没反应不越道 不乐意 那算了 我不逼你 你出去吧 不要处在这里 我很忙 杨嘉丽握紧了拳头 然后把叶婷那张卡 狠狠抓进了手心 装作什么也无所谓似的 笑得极其勉强 好 既然是叶总的吩咐 我办就是了 叶总放心 礼物我一定好好选 保证让叶总的心甘宝贝满意 叶婷眼神优深难测 最好如此 杨嘉丽一转身 有些狼狈地从叶婷办公室撤离 人走后 叶婷的目光再次看向那日丽 杨嘉丽喝醉了 叶婷来抢人 可是李大怎么可能将杨嘉丽交出去呢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不贩卖人口 叶婷沉声道 我再说一遍 把人给我 李大也怒了 你到底是谁 此时的叶婷已然失去了内心 直接伸手从李大背上夺人 杨嘉丽最后还是落入了叶婷的怀中 别乱动 他醉眼朦胧中看到面前之人是叶婷 瞬间就不乐意了 怎么又是你这个倒霉玩意儿 还有完没完了 他奋力一把推开叶婷 你撒开 老子不要你碰 我要李大抱 叶婷谋中疼的一下燃起烈烈火灭 几乎是失去理智的一把掐住杨嘉丽的脖子 你说你要谁抱 杨嘉丽被掐得生疼 努力去掰开叶婷的手 口中依旧重复着 撒开 不要你碰 你要是在碰我 我就 我就 你就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叶婷逼试着他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道 突然 杨嘉丽挖了一身 直接吐了他一身的彩虹 叶婷别竖 杨嘉丽被扒了衣服 缩在叶婷的床上 胃里的酒精折腾的他很难受 喝水 我要喝水 他巴巴地盯着叶婷要水喝 自己道 叶婷现在怒气没有消散半分 哪里肯伺候他 可谁想 杨嘉丽突然哇哇大哭了起来 跟个小孩似的 你到 你到 就要你到 叶婷心一下就软了不少 可依旧冷哼一声 不是不想让我碰吗 不是要李大抱吗 这时候想着求我了 杨嘉丽跟个要不到猫罐头的小猫似的 一脸的忧怨 你能给小情人送两百万的礼物 就不能给我一杯水喝吗 最后他滴滴唤了一声 叶婷 我渴 叶婷突然将他抱了起来 挑着他的下巴 直视着他的眼睛里的神情变化 怎么 觉得自己委屈了 我给谁送两百万的礼物跟你有关系吗 我们早就分手了 你凭什么觉得委屈 真是自作多情 他每说一句 捏住他下巴的手就猛地收紧一份 仿佛是要将这些年对他的恨意一股脑发泄出来 疼 放手 放开我 杨嘉丽疼得难以忍受 眉眼几乎都要皱到一块了 叶婷最后才压着怒火用力甩来他 而后起身给他接水 他在水中加了结酒散 杨嘉丽只喝了一口 就抗拒的连水杯都推还给了他 苦死了 我不要 苦也要喝 张嘴 叶婷这个暴君又开始强迫人了 杨嘉丽突然摁住他的嘴唇 眨巴着那罪态十足的眼睛在叶婷脸上军寻 不对 你不是叶婷 同学 放学了 能帮我找一下叶婷吗 杨嘉丽醉酒 要跟别的男人回家 气得叶婷直接把人扛回家算账 被叶婷扒的衣服直接丢到床上的杨嘉丽 一个劲哼哼着口渴 要喝水 叶婷气还没消 哪里肯伺候他 自己道 杨嘉丽挥舞着双手双脚开始耍赖 你道 你道 就让你道 叶婷语气不善 不是不想让我碰你吗 不是还要李大豹吗 这时候想着求我了 杨嘉丽巴巴盯着他 可怜兮兮道 你能给你的小情人送两百万的礼物 就不能给我一杯水喝吗 叶婷 我渴 叶婷突然勾起他的下巴 怎么 觉得自己委屈了 那捏住他下巴的手缓缓收紧 我们早就参手了 你凭什么觉得委屈 说着用力一把将他丢回到了床上 然后憋着满肚子的气给他倒了一杯解酒茶 杨嘉丽捧着那杯子只喝了一口就还给了叶婷 苦死了 叶婷冷声命令 苦也要喝 张嘴 谁想 醉熏熏的杨嘉丽突然爬起身 用手抵住他那张毒舌嘴 不对 你不是叶婷 同学 放学了 能帮我找找叶婷吗 我找不见他了 这些年 我找了他好久了 他最态张狂的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找 叶婷 叶婷呢 叶婷你快出来 叶婷神色复杂的愣了片刻 然后将不安分的杨嘉丽给拎了起来 清醒点 我就在这儿 杨嘉丽不服气的大声反驳 你根本不是叶婷那个体憨憨 你别装了 叶婷对我可好了 廷哥知道我最怕谷 书会上会专门为我背上好几罐蜂蜜 他知道我滴血糖 还会随身带着糖果 他最舍不得我吃苦了 我一喊苦他就会心疼 他戳戳叶婷的胸口 他可不像你这样没原形 叶婷眼神慢慢变得有些恍惚 他伸手到刚换下来的西装外套的口袋 竟然从里面摸出了两粒糖果 撕开包装纸后直接塞进了醉鬼的口中 杨嘉丽感受到了口中甜蜜 突然就清醒了大半 休窘的都不敢抬头去看叶婷了 不好意思 叶总 刚刚我脑子喝晕火了 以为你还是在大学时候的那个女 叶婷一听这话就脑了 冷声质问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 难道我和大学的时候相比 变化很大吗 杨嘉丽连连摆手 不大不大 叶总还是这么帅 身材还是这么好 当然 你对自己的小情人 也还是这么体贴 唯一变化了的地方 就是不爱我了 只因酒最后的一句我想你了 终究让叶婷情难自控 杨嘉丽酒精再次上头 开始酒后吐真言 叶婷她早就不爱我了 她身边有了新的男孩子 又年轻又好看 比我还会讨她喜欢 她现在连正眼都不屑于看我 叶婷听着她的胡言乱语 双手钻得咯咯作响 杨嘉丽自嘲一笑 人生吗 来来去去 谁会真的等谁呢 都会走的 都会散的 醉意朦胧的她 拿起床上的一只小绵羊玩偶 傻乎乎地笑着 口中喃喃着好可爱呀 叶婷轻轻直冒 这家伙还跟从前一样 一喝酒 脑子就不正常了 突然 杨嘉丽居然冲她勾勾手指 过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火锅有几种辣吗 叶婷只觉无聊 转身要走 却被最诡异把拽住了领带 杨嘉丽凑近她的面颊 我告诉你 有四种 微辣 中辣 重辣 还有 她突然轻声到她耳边 用极小的声音说 我想你辣 叶婷的毛子舒然瞪大 而后猛地抬起杨嘉丽的下巴 眼神极其阴狠 想我 她狠命捏住杨嘉丽下巴 你刚刚是在说想我 叶婷显然是被触碰到了逆鳞 反握住杨嘉丽的手 直接将人摁在了墙上 如果想我 分手这么些年 为什么一个电话都不打 一条短信都不发 说着 不管不顾地直接稳住了杨嘉丽 杨嘉丽挣扎抗拒 最后一口咬了下去 叶婷才松开了她 可叶婷没给她反应的机会 再度捧住她的脸 杨嘉丽 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在我达到目的之前 你哪都别想跑 她抹掉唇角血字 宝宝 我们之间 才刚刚开始 杨嘉丽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叶婷再次从杨嘉丽发火 杨嘉丽摸了摸自己红肿的嘴唇 真他妈晦气 居然让叶狗给倾成这样了 她用凉水冲脸 让自己保持冷静 自己现在可没有任何时间在这抱怨了 还得抓紧给叶婷的小情人 挑选毕业礼物 三日后 她再次敲开了叶婷的房门 将精心挑选的礼物拿给她 没想到叶婷当着她的面 要把小情人叫来恩爱一番 同时还让助理准备两杯牛奶西米露 要多加蜂蜜 杨嘉丽瞬间呆滞 大学时那会儿 她坐在叶婷的自行车后座上 高举着叶婷给她买的西米露 抱怨一点也不甜 下次记得多加点蜂蜜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自己最爱的甜品 她还记得 正是神间 叶婷的小情人走了进来 小情人光鲜亮丽的装扮 和自己这一身的破酒含酸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还来不及自卑 喜欢的西米露 杨嘉丽看着彼此之间流露的爱你 心中莫名的失落酸涩 小夏 让你过来 是有个惊喜给你 叶婷宠溺的对她的小情人说完 而后转头立马 对杨嘉丽换了一张冷脸 东西还不拿出来 杨嘉丽一愣 而后反应过来 打算伸手到袋子里拿出礼盒 没想到又被叶婷呵斥了 我让你拆了吗 杨嘉丽连忙听话的 把袋子双手奉上 也对 又不是送我的 还是正主来拆吧 小情人拿到礼物袋的时候 有点猛 叶婷耐心解释 不断时间就是你的毕业典礼了 提前给你送个礼物 祝你毕业快乐 来 看看喜不喜欢 小情人受宠若惊 赶紧将包装盒给拆开来 里面是一块价值二百万的手表 告诉我 你喜欢吗 在盒子打开的那一刻 就传来了叶婷的追问 小情人有点猛 自己都还没仔细看呢 怎么就开问了 不过她也是个有眼力见的 偷瞄了一眼 局促紧张的杨嘉丽 察觉到了她和叶婷之间关系有点微妙 当即反应了过来 立刻鼻孔朝天 一副很不爽的模样 我不喜欢 杨嘉丽顿时慌了 这表示我选了好久的顶射大牌 做工也好 而且她 谁想 小情人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 这个风格我不喜欢 一句话判了杨嘉丽死刑 小情人将手表赛给叶婷 而后扬装不悦地走了 偶然间 叶婷的脸阴沉到了极致 杨嘉丽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叶婷这是想把杨嘉丽活活逼死呀 杨嘉丽精心挑选的礼物 被叶婷的小情人给退了回来 叶婷发火了 杨嘉丽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杨嘉丽讨好又卑微道 要不然我重新选 叶婷审视着她 礼物或许可以重新选 但是我对小夏的心意 你拿什么赔 就在此时 李大打来了电话 杨嘉丽慌忙挂掉 谁给你打的电话 男朋友吗 叶婷谋中害人的含义都快溢出来了 杨嘉丽哼哼了声 这好像不关您的事吧 叶婷突然站起身 居高临下盯着她 不对 我记得你现在是单身 杨嘉丽心中疼的窜起一股火 王八蛋 他是在嘲讽我没人要吗 他愤怒地吼出了声 屁友 不行吗 他和李大他们曾经一起放过鞭炮 还把李大的裤子都给炸开了 说是屁友 没毛病 叶婷的手不由钻紧 这么说 分手这些年你上过床 杨嘉丽傲娇的鼻子都长长了 哈哈 那必须的 不上床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毕竟自己每天都要上床睡觉啊 叶婷那脸色已经黑成到了极点 杨嘉丽只觉得室内怎么突然变得凉嗖嗖的 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小步 叶总 我上没上过床好像都与你无关 现在的问题是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我一马 叶婷稳稳道 你说呢 听那语气 杨嘉丽的心猛的一尘 合着你根本没打算帮我 从头到尾都是拿我当猴耍呢 行 我知道了 他掉头就走 等等 叶婷叫住了他 杨嘉丽回头 就看见叶婷高举着一张发票 三天前 在你家楼下 你吐了我一身 费了我一套西装 你得赔给我 杨嘉丽只觉如遭雷劈 僵在了原地 叶婷很欠地反问 有什么问题 杨嘉丽恼火道 那天晚上明明就是你死活抓着我不松手 我才吐在了你身上 你这不是耍外吗 叶婷淡淡呕了一声 默然哼笑 如果你有意义 我可以安排我的财务律师和你谈 杨嘉丽咬牙切齿 行 叶婷 你够狠的 你能为你的小情人花两百万买礼物 却一条活路都不留给我 叶婷眼中闪动着暗光 你是什么身份 我凭什么要对你心思手软 杨嘉丽苦涩一笑 对 您说的真对 咱俩早就散了 你就是把我逼死 也不会皱一下眉毛 他一把夺过那发票 这钱我一定还你 叶婷 从今往后 我绝不欠你一分一毫 他一掌推开叶婷 转身快步离开 叶婷悠悠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欠不欠我的 可不是你说了算 在杨嘉丽最狼狈的时候 叶婷还要让他赔八万块钱 杨嘉丽本来是去找他帮忙的 却不想反被羞辱了一番 他绝望地走在大雪纷飞的街头 脚底一滑 扑通一下就摔了个狗啃尼 脚腕处生疼 他只能坐在地上苦笑 连老天爷都看我这么不顺眼了 本以为和叶婷分手后 至少还能做朋友 没想到 他竟是要活生生逼死我 要是能回到小时候就好了 有妈妈的关心和疼爱 忽然耳边传来一声软糯糯的猫叫声 一只雪白的小猫 正趴在他身上咬他的裤腿 杨嘉丽捧起猫咪 转头看向一旁的纸盒子 看来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 他不舍得将小猫放回纸盒子中 而后搭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去 而那只小猫又喵喵叫着跟在了他身后 杨嘉丽心中很是不忍心 他很想收养他 可是自己现在还欠了夜庭那么大一笔账 根本没钱养宠物 他决绝地转身快步走开 到家后他一直心神不明 天气预报说晚上会有暴雪 那只小奶猫会不会被冻死 靠 他低骂了声 而后抓起钥匙打开门就冲进雪里 那只猫还缩在纸盒子里 看到杨嘉丽后欢喜地喵喵地叫着 像是看到自己的主人一般 杨嘉丽拜下阵来 摸摸小家伙的脑袋叹息道 我没钱 买不起好的猫粮 你跟着我只能吃苦 明白吗 就算这样 你也愿意吗 小猫喵喵地叫着 似乎是在回应他 既然这样 咱们就相依为命吧 小猫很乖 回家后 呼噜呼噜地翻着身 让新主人摸他的肚皮 杨嘉丽给他取名阿福 希望他能给自己带来福气 一人一猫画面正温馨时 手机响了 是李大打来的 杨嘉丽隔着电话 都能感受到李大的兴奋激动 杨哥 咱们乐队接到活了 杨嘉丽懒羊羊道 又是哪个喜悦中心圈脉唱的 李大 我可告诉你 有些赢会窝点咱们可不能去 李大打断他的话 不是喜悦中心 正儿八经的十周年晚会节目 那可是锣鼓喧天鞭炮 齐鸣人山人海的大晚会 杨嘉丽斗猫的手一顿 不可思议地大喊一声 好耶 拉到大火了 挂干电话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小猫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 他双手合十 前程参拜 福大哥 你刚一来我这就有好运了 牛叉 属是牛叉 以前是我养某人 有眼不识经像猫 以后我一定好好养你 鱼肝冒凉少不了你 正参拜着 手机再次响了 他拿起一看 脸色豁然一变 叶狗又打电话来做什么 杨嘉丽终于硬气了一回 叶总 有事吗 电话那头的叶婷讽刺道 我的钱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杨嘉丽回怼 你放心 我一分钱都不会欠你的 叶婷哼笑一声 你要是实在没钱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想听吗 谢谢 不想听 带着你的办法滚回去找你的小情人去吧 别在我耳边呜呜呱 小心我给你俩耳瓜子 杨嘉丽 叶婷完全没想到前一秒 还在自己面前卑躬屈膝的他 后一秒竟会用这种语气同他讲话 杨嘉丽还在冷笑 不 不要叫我杨嘉丽 从今往后 我姓爸 明白 你可以叫我爸爸 你什么毛病 叶婷那冷淡的声音让杨嘉丽很是上头 你才有毛病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就是在王死里折腾我 拿我逗你的小情人开心 你说的对 我不配和你的小情人比 所以 从今往后 我一定离你远远的 叶婷良嗖嗖的声音再度传来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多少遍都一样 叶总 我助您和您的小情人白头偕老 咱们从今往后就是陌生人 您再这么避避 恶意搞我 头被你打烂 在你妈的箭 杨嘉丽吼完直接掐断电话 而后开始深呼吸 平复自己的情绪 可脑中不由自主地开始幻想 自己抽打叶婷的画面 真他妈的爽 叶婷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霸道总裁 好久没有遇到有人敢用这种态度同他讲话 他愣了一小会儿 而后不由失效 点开手机相册 看着几年前的杨嘉丽在自己面前各种搞怪的照片 眼底流露出甜蜜的笑意 还是和以前一样孩子气 好不容易接到大活的杨嘉丽 带着乐队没日没夜的排练 这一旦下来他就可以偿还叶婷的债务 以后再与叶婷老死不相往来 可是一通电话再度让他陷入绝望 他们的节目被投资方换掉了 而撤掉他节目的人正是叶婷 是不是要把你关起来 你才能乖一点 总裁又开始讨债了 杨嘉丽唯一的希望 可在看到杨嘉丽失魂落魄 一瘸一拐地离开时 他终是不忍心 不顾杨嘉丽的挣扎反抗将人抱了回来 而后脱了他的鞋袜 看着那红肿的脚腕 叶婷眼中完全没有了报复的快感 只剩下心疼和不忍 上好药后 杨嘉丽气冲冲地就要离开 却发现门被反锁了 你这是非法囚禁 我可以报警 你可以试试 叶婷好整以暇地盯着他 回沙发上老老实实做好 我们谈一谈 谈完 自然会放你走 杨嘉丽做得离他远远的 要说什么 你就赶紧说 你们乐队的命脉捏在我手里 你还欠着我八万 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债 我会分期还你 不用你操心 叶婷挑眉打量着他 不必这么麻烦 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就将上台的机会还给你 你欠我的钱 也一笔勾销 杨嘉丽警觉地看着他 什么条件 叶婷淡淡道 上大学的时候 咱们在校外租了个房子同居 那时候 每天早上 你总是喜欢做一种小烙饼 来给我当早餐 还记得 我的条件就是 你去我家 给我做两周的早餐 杨嘉丽只觉其中有诈 叶婷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就不怕我毒死你 叶婷淡笑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只是刚回国早餐总反位 思来想去 觉得当年你做的小烙饼 很合我的口味 杨嘉丽早已不信他的鬼话了 可这一次 叶婷直接甩出了河头 白纸黑字 只要杨嘉丽签字 马上生效 叶婷没有步步紧逼 还让她带着河头回家自行研究 想好了回头找她 回家后 杨嘉丽倒在床上 反反复复看了十几回 没看出来河头有任何的问题 可她总感觉哪里不对 夜里 她做了一个 李大尼二类似卖身脏妇的梦 而躺在地上等待埋葬的 竟然是自己 卧槽 杨嘉丽从梦中惊醒 她突然清醒地意识到 乐队若是再没有登台的机会 绝对会被解散 她没有犹豫 拨通了夜婷的电话 杨嘉丽被迫与夜婷同居 夜婷大半夜 潜入杨嘉丽的房间 杨嘉丽为了保住乐队 终是妥协答应和夜婷同居 她在电话里面威胁夜婷 要是这次再出而反而 她绝对要框框框度了她 这架势没有吓到夜婷 倒是把她的猫吓得掉头就逃 当晚她收拾好东西 吞服了几粒药丸 鼓足勇气 来到了夜婷的家中 若大的房子没有人 安静一场 仿佛像是进入了一座鬼屋 这时 夜婷端着红酒从浴室走了出来 怎么又穿成这样 裤子又泼又褪色 一贫如洗的杨嘉丽脚变道 这叫时尚 你懂个屁 夜婷懒得同她废话 给她指定了一间房间后 自顾自坐在沙发上看文件 杨嘉丽心中忽然间涌上一个念头 这么大一栋别墅里 只有自己和夜口 要是趁着月黑风高 拿把菜刀 嘿嘿嘿 正心怀鬼胎之时 夜婷的睡衣从肩头滑落 露出皆是好看的胸肌 杨嘉丽瞬间被美色迷惑 鼻血横流 她慌乱地逃回自己的房间 回去睡觉 梦里什么都有 夜婷露出得逞的笑语 慢慢拉起睡衣里 过了很久 夜婷小心翼翼地上楼 在路过杨嘉丽房间时 发现灯还没有关 她偷偷往里打亮了一下 却见杨嘉丽死去沉沉地坐在床上 夜婷眸色一沉 曾经那么活泼爱笑的一个人 怎么会变成这样 夜里她做了一个梦 梦到杨嘉丽死气沉沉地 往一片墓地走去 她只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焦急大喊 杨杨 别过去 回答 杨杨 回答 杨嘉丽木讷地回头 脸颊上全是泪水 她一抹眼泪 再度向着墓地大步走去 夜婷在后面拼命追赶 可就在即将追上的那一刻 杨嘉丽突然就从她面前 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杨 回答 杨杨 她惊呼着从梦中醒来 似下一片漆黑 才凌晨四点 夜婷这个大变态 在家里藏了一堆小玩具 杨嘉丽整队人都傻在了当场 夜婷这狗贼 背地里玩得可越来越狂野了 也不知道她的小情人 那单薄的身子 吃不吃地削这个大变态 吃早饭时 杨嘉丽很是不懈地盯着夜婷 这个斯文败类 还在我面前装个屁的证人君子 真替她的小情人惋惜 摊上了这么个衣冠禽兽 真是苦了她了 夜婷察觉到了她的目光 你看什么 杨嘉丽吓得连忙别过脸去 假装若无其事道 没什么 对了 你的小情人为什么不在这里 夜婷冷冷扫了杨嘉丽 她为什么要在这儿 杨嘉丽疑惑 她不是你的信任吗 夜婷慢悠悠道 她有她的房子 她可比你乖多了 而且 我不喜欢和别人住 杨嘉丽下意识追问 那你还逼着我住进来 夜婷自顾自低头看文件 你只是个做早饭的 连保姆都算不上 不要自作多情了 杨嘉丽被噎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插起小烙饼狠狠咀嚼着 就在此时 李大打电话来了 说资方那边同意让他们登台了 让他赶快过来彩排 杨嘉丽感激的冲夜婷笑笑 算你守信 说着拿起外套就要回彩排现场 可刚到现场 他就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原来大明星聂允欺负他们 是个无人问津的破组合 让李大尼二滚出后台休息室 作为乐队队长的杨嘉丽 要替李大尼二讨要说法 还让聂允道歉 结果聂允嚣张的 直接甩了杨嘉丽一个耳光 还嘲讽道 这就是我的道歉 无名的狗爸了 乱叫什么 气氛正见把弩张之时 执行导演来了 导演对着聂允邻银居三个躬 表达歉意 而后怒气冲冲的 将杨嘉丽三人叫到了一边 立声呵斥 别说是打你一个巴掌 他就是要你妈的骨灰 你也得双手奉上 杨嘉丽很想将他抱揍一顿 可是他不敢 最后 他一拳头砸在了厕所的墙面上 瞬间骨节上全是血痕 忽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伤害自己 并不是发泄情绪的最好办法 给你纸巾 叶婷半夜潜入杨嘉丽的房间 看到杨嘉丽露在被子外面的双脚 他默默拿起药膏 在他脚腕的伤口处轻轻抹药 杨嘉丽睡梦中痛呼了一声 叶婷一时出了神 手从杨嘉丽的发丝 慢慢磨缩到了他的唇边 从毕业典礼前我们分手 到现在住进我的房子 五年了 宝宝 你明明知道我那时候是那么爱你 从不会舍得让你难受 无论你怎么放肆 我都愿意疼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那么轻易的 就说出分手两个字 宝宝 这次我是真的生气了 现在你重新回到我身边 强迫也好 囚禁也罢 都是你逼我的 叶婷像是着了魔斑猛地 稳住了杨嘉丽 他暗暗发誓 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 再也不会了 第二天 叶婷专门带着小情人 在杨嘉丽面前搂搂抱抱 杨嘉丽本来被人扇了一巴掌 心里就憋着我 这下心中更是难受的厉害 叶婷上车时 就看到杨嘉丽戴着口罩 一副气哼哼的模样 透过口罩的缝隙 叶婷看到了杨嘉丽放红的脸颊 顿时火丛兴起 把口罩摘了 杨嘉丽不想让她看到 自己狼狈的模样 也是说自己感冒了 摘掉口罩是想让病毒感染 死你这个憋子儿吗 叶婷懒地和她废口舌 直接上手摘下那口罩 杨嘉丽没想到 她会来个突然袭击 忙捂住红肿的脸颊 你干什么 叶婷这个暴君命令她 手拿开 不拿 谁想 叶婷竟直接将她的脸掰了过来 看着那种的老高的脸颊 叶婷深吸一口气 淡淡吐出三个字 谁打的 大总发现自己的人 竟然被人打了 谁打的 叶婷眼中迸射出凛冽的寒光 杨嘉丽只觉莫名其妙 她这是什么反应 她不是恨我吗 看到我被别人欺辱了 不应该是感到开心吗 叶婷狠狠捏住她的下巴 再自一自一顿道 我让你说话 杨嘉丽不耐烦地拍开她的手 靠 问问问 你烦不烦啊 关你什么事 我这脸被谁打的 就是被刚才和你轻轻热热 撑着伞一起雪地 散步那个性孽的狗东西打的 叶婷冷冷看着她 她为什么打你 杨嘉丽别过脸去 冷哼道 因为她老人家觉得我已下饭上 不配和她分享一间休息室 还敢当众顶撞她 所以啪啪当众抽了我一顿 说是教训 明白了吗 叶婷双手还凶 说着风凉话 语气这么冲 觉得自己委屈了 她继续嘲讽 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这是吃人的社会 规则分明 你弄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胡冲乱撞 怎么 还以为有人会给撑腰吗 这话一出 杨嘉丽的脸色当即僵了一下 而后别过脸 撞四满不在乎道 不用你说 我本就没觉得有谁会给我撑腰 说着打开车门 气冲冲的就走了出去 叶婷盯着她倔强离开的背影 眼中忽然尖聋上了一层阴霾 她从口袋里拿出聂云的名片 那是刚才聂云勾引她 故意塞进她口袋中的 她把名片攥在手心 拳头捏得越来越紧 直到手背的青筋都恐怖地抱了出来 她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我找人 帮我办一件事 叶婷大半夜跑来欺负杨嘉丽 杨嘉丽被叶婷逼急了 我宁愿在大街上随便找个男人 都不想被你碰一下 那个曾经她爱慕的人 如今为何竟变得如此面目可憎 叶婷偷看到杨嘉丽凌晨四点 还蜷缩在床上没有睡觉 她的心抽疼 忍不住推门进去喝池 大半夜 为什么不睡觉 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不声不响的 跟生了什么病似的 你是在卖惨给我看吗 杨嘉丽不想和她多说半句话 指着门口 出去 叶婷无动于衷地盯着她 杨嘉丽很讨厌她这种高高在上的模样 直接伸手想将她推出自己的房间 结果 叶婷突然钳制住她 直接将她摁在了墙上 你是觉得白天那一巴掌 委屈很啊 我问你 到了今天这么个被人欺负梅元帮 只能硬生生咽下委屈的境地 你心里有没有一点后悔 杨嘉丽怒吼 我后悔什么 后悔当年和我分手 你很清楚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聂云丹敢碰你一根手指头 我会让她付出比这痛苦十倍百倍的代价 杨嘉丽毫不避讳地指示着她 冷笑树生 我们分手了 你就不会站在我这边 反而很乐意站在一边看我的笑话 看我离开了你过得有多惨 对吗 叶婷捧住她的脸 急迫追问 那你告诉我 你后悔吗 杨嘉丽再次吼了出来 我后不后悔跟你有个鸡毛关系 怎么着 就想听我有多后悔离开你 没有你我混得有多惨多不如意 好让你的虚荣心爆炸 得意洋洋地看我的笑话吗 她说着抬腿就要去踢叶婷 叶婷轻易就挡住了她的袭击 反倒是杨嘉丽险些摔倒 叶婷伸手再次将她捞进自己怀中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你很黏我 怎么 现在就这么不乐意和我待在一起 杨嘉丽撇开视线 不想再多看她一眼 过去现在我分得很清楚 我承认 大学的时候 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回到我们的小屋 和你待在一起 但过去是过去 现在的你就是个狗贼 我一秒钟都不想待在你的身边 叶婷的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你再说一遍 杨嘉丽干脆撕破了伪装 把心底里的不痛快全吐出来 我说 我一秒都不想跟你待在一起 我不想和你再有联系 我宁愿大街上随便找个男人 都不想被你碰一下 叶婷自嘲地呵呵笑了两声 然后猛地捏住了杨嘉丽的下巴 大街上随便找个男人 这话你还真敢说 杨嘉丽 你可能还没弄明白一件事 如今 是我掌握着主动权 只要我愿意 我能让你哭着求我 杨嘉丽反抗着去掰开她的手 你做梦 赶紧滚蛋 她奋力将叶婷推出房间 砰的一声 重重将门关上 叶婷沉默地站在门口 抬手里的李袖口 原本还没打算这么快动手呢 现在看来 不必等了 叶婷设计杨嘉丽 险些让杨嘉丽落入为所难之手 可叶婷就下她后 直接将她给吃干抹尽了 叶婷想让杨嘉丽承认 当年她后悔离开自己 可杨嘉丽在她的在三逼迫下 直接吼出了那句 我宁愿在大街上随便找个男人 我还没打算这么快动手 现在看来 不必再等了 几天后 杨嘉丽被迫来到叶婷举办的一场聚会 聚会上各位投资方大佬 对她可谓是垂涎欲滴 疯狂给她灌酒 杨嘉丽不敢得罪他们 只好硬着头皮喝 整个人晕晃晃之时 一个猥琐男直接对她伸出咸猪手 杨嘉丽慌忙说自己要去一趟洗手间 一到了洗手间 她就给李大打电话让她来接自己 突然脚下撞到垃圾桶 险些摔倒 一双肥胖的手从后面搂住了她 你看看你 怎么醉成这样 杨嘉丽回头 正是刚才那个猥琐男 杨嘉丽头晕呼呼的 口中喃喃着 我要回家 门口会有人来接我 谁想 那猥琐男搂着她直接往自己房间而去 叶婷这边也察觉到了杨嘉丽一直没有回来 黑着脸甩开那个一直试图勾引自己的小男生 就往外边走 历数跟了上来 告诉她杨嘉丽现在被人扶到了四楼 四楼的客房 传出了不可描述的营笑声 那个猥琐男正打算解开杨嘉丽的衣服 突然传来了哐哐哐的砸门声 谁敲老子的门 我他妈有证实 然而在看到是叶婷的那一刻 猥琐男整个人都呆着了 叶 叶总 您怎么在这儿 叶婷一脚将他踹翻在地 我的人 也是你能碰的 他抬脚踩住猥琐男的手 狠狠碾压 猥琐男惨叫连连 以后要是再敢碰他 废的可就不止这只手了 拖出去 很快 猥琐男便被保镖拖了出去 屋内瞬间安静了下来 叶婷缓缓脱掉身上的西装外套 慢慢走到床边 解开领带 蒙住杨嘉丽的双眼 宝宝 你为什么非要惹我生气 他缓缓靠近杨嘉丽 宝宝 你欠我的还没还清呢 你又想去哪 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 我会让你知道 除了我身边 你无路可去 他低头狠狠稳住杨嘉丽 杨嘉丽睡梦中 似乎察觉到了有人正在撕咬自己 他下意识地就要去推 口中一个劲地喊疼 然后反击式地一口咬住了叶婷的衣服 叶婷捂住了她的嘴 露出一抹邪命的笑 宝宝 这才到哪 叶还藏着呢 叶婷趁着杨嘉丽醉酒 将人给这样又那样了 看着这满身的亲子痕迹 叶婷可真是个大禽兽呀 杨嘉丽缓缓睁开眼睛 身上传来的那一阵阵难受的酸疼 让她瞬间惊醒 看着自己身上那清晰可见的一个个小草莓 杨嘉丽整个人都快炸了 叶婷正好从浴室出来 像个没事人一样 你醒啊 去洗漱吧 杨嘉丽气得一个枕头砸了过去 狗东西 你敢搞我 叶婷挥手将枕头拍开 脸色也随之沉了下来 杨嘉丽气势汹汹地掀开被子 老子要跟你拼命 可脚刚粘地 双腿一软 整个人趴击一下直直摔在地面上 叶婷居高龄下冲她冷哼一声 昨晚你喝醉了 被一个小投资方的老板带着开了房 我看着过往的情分上才把你捞出来 也不知好歹 更何况 你和我又不是第一次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杨嘉丽浑身酸软 爹坐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 叶婷 你他妈混蛋 叶婷伸手将她从地上拽起来 蹬到床上 不舒服就在床上躺着 等会有司机接你回去 你先好好休息 别的事 等我晚上下班了再和你谈 杨嘉丽冲她竖起钟指 对着她的背影叫嚷着 你做梦 老子不想跟你谈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老子再也不想看见你 叶婷在门口顿了顿 眼底流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一炸毛就口吐连花 这毛病还真是一点没变 叶婷来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便是替杨嘉丽报仇 聂云被保安山的鼻青脸肿 惨不忍睹地跪在地上哀求 叶总我哪里得罪了你 你告诉我 我改 你别打了 叶婷森冷的目光落在聂云手上 我第一次看见你 就觉得你的手很漂亮 可她特别像 她的手也是这么骨节分明 白净修长 她突然握住聂云的五指 下了死手般的往后掰 你本应该珍惜这么一双漂亮的手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打到她的脸上 聂云在剧痛中 突然就想到那天 她打杨嘉丽的一巴掌 竟然是她 叶婷的神情渐渐变得猙獰 她和我分手五年 我就怨了她五年 可我就算憋了五年的气 也只舍得欺负欺负她 弄些小手段打压着她 你倒是很有胆量 咔嚓一声 腕骨断裂的脆响 她刚碰了脏东西的手 要我放过你也可以 聂云脸上献出一抹死里逃生的狂喜 真的 但你要替我演一出戏 什么戏 叶婷掏出手机 看着手机中 她和杨嘉丽曾经无比甜蜜的画面 一处能让她不得不钻进我怀里来的戏 杨嘉丽想要逃离叶婷这个大变态 却被叶婷抓了个正着 杨嘉丽在看见叶婷的那一刻 遍体深寒 她想逃 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 寒气从背后袭来 她一回头就对上了叶婷冷冽的目光 叶婷一掌将人困在自己怀中 慌什么 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杨嘉丽心中吐槽 你个狗东西不就是要吃了我吗 骨头都不剩的那种 叶婷伸手摘下她的口罩 立生追问 为什么要逃跑 杨嘉丽都懒得掩饰了 不跑 难道等着再过几天被你活活逼死吗 叶婷知道昨晚是自己没有把持住 她难得软了语气解释 要不是我 今早睡在你身边的就是个陌生男人 我这是在救你 杨嘉丽拳头握得死紧 我呸 你就个屁 你那叫趁人之威 叶婷从口中掏出一张卡 塞进杨嘉丽的卫衣领口 这张卡 十万 就当是昨晚的补偿 杨嘉丽恨得那叫一个咬牙切齿 正要问候叶婷祖宗 叶婷又掏出了一张黑卡 这张卡 五百万 昨天晚上滋味不错 虽说过了五年 但还没腻 所以 这五百万 当作以后的费用 你如果嫌少 我可以在家 杨嘉丽没想到 她会述出这种话 你什么意思 叶婷丝毫不觉得 有什么不妥当 简单来说 就是我要包养你 杨嘉丽难以置信 你刚刚说 你要怎么我 叶婷直接用黑卡 挑起她的下巴 吐字格外清晰 包养你 啪的一声 杨嘉丽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包你妹 叶婷摸了摸被打的脸颊 笑得格外甚人 睡都睡过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是个现实的社会 我给你需要的 你给我需要的 各取所需 很公平 杨嘉丽整个人在爆炸的边缘 公平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么无耻的话 现在 立刻 马上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 叶婷耐心哄她 听话 把卡收下 没想到杨嘉丽一掌 将卡片打掉 操 我把卡位给你吃了要不要 叶婷摇摇头 叹了口气 杨嘉丽 分手五年了 你唯一一个没有变化的地方就是 还像当初一样孩子气 拎不清局势 我的性格 你最清楚 只要是我想要的 我就一定要拿到手 我觉得你新鲜 那就非要玩到你为止 她再度挑起杨嘉丽的下巴 而你 你的朋友 你的事业 梦想 你在乎的一切 我都能玩弄于鼓掌之间 你明白吗 杨嘉丽被她的话气的浑身颤抖 叶婷 你真是狗 叶婷轻挑嘴唇 你现在情绪过于激动 没办法给我满意的答复 这样吧 我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 说话间 她抬起杨嘉丽的下巴 揽住她的后颈 俯身便稳上去 杨嘉丽瞪大眼睛 使劲推丧 可是面前之人纹丝未动 直到叶婷主动放开了她 叶婷摸摸唇角 你只要知道有三天 不要意气用事 好好考虑 晚安 杨嘉丽最后还是放下了身段 主动将自己送给了叶婷 海哥亲自出手相助 都没能让杨嘉丽逃离叶婷的魔爪 杨嘉丽和赵向海是在厕所相遇的 那时他被人打了一巴掌 却只能躲在厕所里忍气吞声 是赵向海递给他一张纸巾 还给了他一张明天 而正是这张明天 让杨嘉丽快要被叶婷逼风式 还恬不知耻地提出要用钱包养他 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他拿出了那张明天 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拨通了赵向海的电话 却没想到赵向海二话没说便答应帮他 他们在咖啡馆见了面 赵向海说可以给他提供几个隐秘的住处 让他不用担心 同时还告诉他对付一直纠缠自己的恶徒 报警或者诉讼才能永绝后患 并且又给了杨嘉丽一张律师朋友的明天 杨嘉丽非常感激赵向海 但他心中有隐隐愧疚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连累赵向海 毕竟叶廷的手段他是深有体会 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后 杨嘉丽久久盯着手中的明天 不由苦笑 呵呵 真是讽刺 一个只见过一两面的陌生人都能有这样的善意 而曾经相爱多年的前男友 却要逼得自己无路可走 他抱着自己的小羊公仔 浑浑噩噩地睡了三天三夜 直到叶廷给他发了一份合同 他的队友李大尼二签约到了叶廷的公司名下 叶廷发这张合同的用意 杨嘉丽很明白 他在用李大尼二来胁迫他就烦 他拨通了叶廷的电话 叶廷的声音都透露着势在必得的冷傲 你还有十个小时考虑要不要答应我的包养 杨嘉丽哑着嗓子绝望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是不是把我逼死了 你就开心了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泪水绝地般夺框而出 这时 李大尼二给他发来照片 他的两位队友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还在为新签约了公司 再也不用担心乐队会被解散而兴高采烈 而这一切都是叶廷给的 叶廷也可以随时收回 他下床换上衣服直接去了赫山墓园 整个墓园寂静宿木 他安安静静地擦拭着墓碑上母亲的一项 妈 我最近过得不太好 可能又要吃药了 不过你也别担心 你儿子骨头硬着呢 之前都能扛过来 这次也没什么 缓缓就好 真的 我最近总是做梦 梦到你在煮饺子 整个家里都是饺子的热气 特别暖和 可是每次 我都没来得及再尝一尝你做的饺子 梦就醒了 醒来以后我才想起来 我哪还有家呢 早没了 我也 我也快忘了有人疼着 是什么感觉了 杨家丽抹掉眼里的泪水 对了 还有件事 前几年你死活不让我跟他在一起那男的 他现在又回来了 不过不是因为对我还有感情 他现在可讨厌我了 想尽办法羞辱我 现在又逼着我给他当床扮 妈 你别骂我 他现在全是通天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反正也就这贱命一条 也没谁会心疼 死了算他的 我没再怕的 夜幕时分 杨家丽终于推开了夜亭别墅的大门 默默走到夜亭面前 夜亭目光扫了他一眼 喝了口咖啡说 来了 还算准时 夜亭竟然让杨家丽自己张开 杨家丽最终还是推开了夜亭家的门 夜亭对于他的到来并不意外 再次将那张五百万的黑卡递给杨家丽 来了 还算准时 这个你拿着 杨家丽这次没有再拒绝 把卡接了过来 夜总 如果你真的要抱我 最好和小夏说一声 我不当小三 夜亭拍拍他的手 放心 你绝对不是小三 杨家丽抗拒地甩开他的手 禁止往楼上走去 站住 之前你是做饭的 所以单独一个房间 现在该睡哪不用我再提醒你吧 杨家丽转过头看了夜亭一眼 眼眸像两团死灰 他木然地上楼去了夜亭的卧室 夜亭哼笑 有意思 现在开始用沉默表达抗拒了吗 他起身 也跟着上了楼 推开房门 就看到杨家丽死气沉沉地躺在床上 夜亭不悦道 怎么 现在是给我脸色看 让我知道你的不情不愿吗 杨家丽干巴巴地回答 没有 夜亭一边解开睡袍 一边醋没到 那就别摆出这个可怜样来 现在不比以前 我可没那么容易心软 杨家丽心如死灰 知道了 夜亭莫名烦躁地一把掀开背 居高临下地看着杨家丽的身体 不容反抗地说 自己张开 杨家丽整个人愣住 手不由自主地死死攥着背带 夜亭看出了她的抗拒 可依旧没有打算放过她 我再说一遍 张开 泪水无声滑落 而后任由夜亭为所欲为 也不知折腾了多久 夜亭带着杨家丽进了浴室 夜亭替她擦着头发 我之前说过 我可以让你主动求我 你看 我做到了 杨家丽一直低垂着眼眸 一言不发 夜亭很是烦躁她这种态度 你就不想和我说些什么吗 谁想 杨家丽绕过她直接走开了 夜亭看着她的背影 胸腔里仿佛有只猫在抓在脑 本以为用些手段 把她困在自己身边 再逼着她颇白心意 就能让她从身到心 夜亭回到卧室的时候 杨家丽已经睡着了 夜亭刚想挨着她躺下 就听到她迷离乎乎的一语 天黑了 我快要走不动了 夜亭将手搭在她的额头 没有发热的迹象 估计是做噩梦了 她俯身在杨家丽额间 轻轻印上一吻 宝宝 是噩梦 睡吧 她正要躺下 杨家丽一句轻飘飘的哼声 就飘进她耳朵里 我不想死 救我 偶然间 夜亭整个人直接僵住 杨家丽在夜亭的日夜折磨下 地狱正在逐渐加重 夜亭不在的时候 她就抱着她的小猫呆呆地坐在窗前 一坐就是一整天 直到夜亭下班回来 找了好久才找到她 刚刚我在找你 为什么不出声 杨家丽目光呆滞 整个人死气沉沉的 夜亭愤怒地捏住她的下巴 逼着她和自己正面对视 是没听见还是故意躲住我 杨家丽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扯开自己的衣服 你是不是想做 我去洗澡 夜亭用力将她按在了墙上 眼中情绪奔涌不定 你什么意思 杨家丽撇开视线 你找我 不就是要做吗 我会配合 夜亭脸色阴沉至极 怎么 反抗不了被我包养 现在是打算摆出一副 破罐子破摔的模样了 杨家丽垂着眼皮 就这样沉默着 夜亭常常呼出一口气 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放过你 明天跟我一块出门 第二天一大早 夜亭就将她带到了医院做体检 可杨家丽死活就是不愿意下车 更不愿意去体检 夜亭直接上手 冷着脸将人抱进了医院 第一项检查便是杨家丽最害怕的抽血 她在夜亭怀中一个劲的挣扎 却还是被夜亭按在了抽血窗口前 杨家丽恐惧的浑身颤抖 就在针头即将扎进去的那一刻 杨家丽转身拔腿就逃 夜亭几个剑步追了上去 直接抓住了杨家丽的手臂 杨家丽脸色惨白 抗拒大叫 你明明知道我害怕打针 为什么逼我 可是 杨家丽挣扎得越厉害 夜亭就越觉得有事 这血非抽不可 她毫不留情地拽着杨家丽的手臂 直接按到了抽血窗口前 对着护士咬牙狠声说 抽她的血 针头扎进杨家丽的手臂的刹那 夜亭明显感觉到 杨家丽的身子抖了一下 她用力把杨家丽的脑袋 按到了自己的胸口 用最温柔的语气哄着 宝宝 乖 就一下子 不疼 不怕 抽完血后 夜亭总觉得杨家丽有事瞒着自己 杨家丽 在体检报告出来之前 你有没有什么要先和我交代的 说实话 杨家丽猴杰稍稍滚了滚说 没有 夜亭微眯起了眼睛 语气中带上了威胁 真的没瞒着我什么 杨家丽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 而夜亭全然不知 还在一天天的疯狂索取 夜亭从浴室出来 又看到了杨家丽死气沉沉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夜亭心中烦躁 你现在就这么不情愿待在我身边 非得把自己弄成这副病烟烟消沉麻木的样子来吗 她的手抚摸着杨家丽的脸颊 最后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告诉我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 杨家丽偏过头 敏睛嘴唇 一言不发 夜亭负气地俯身咬住她的耳垂 如果以后让我发现 你隐瞒了我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杨家丽 别怪我不对你手软 杨家丽依旧沉默 可是紧闭的双眼却抑制不住泪水的滑落 一整夜 夜亭近乎疯狂地索取 宝宝 你这一辈子都只能待在我身边 狂风咒语结束后 杨家丽一直熬到了三点还睡不着 枕边的夜亭呼吸逐渐均匀 明显已经熟睡了过去 杨家丽睁开眼 缓缓起身 却发现夜亭睡觉都还拽着自己的胳膊 口中不时发出一语 喊着杨阳 杨阳 杨家丽小心地掰开她的手 而后亲手亲脚地下床 打开了最角落出的一个小柜子 取出一个没有标签的小药品 你在吃什么 拿出来 杨家丽身子猛地抖了抖 下意识地将手中的药瓶藏在身后 夜亭把杨家丽整个人强行掰了过来 看着杨家丽眼中一闪而过的慌张 立声命令道 把你再吃的东西给我 杨家丽强行平静了心绪 倔强地不承认 我还没吃 夜亭指着她藏在身后的手 命令她把手摊开 杨家丽犹豫几秒 伸出双手张开 手心空空如也 我都说了 我还没来得及吃 东西都在柜子里 一旁的杨家丽神情紧张 眼色发白 额头冒了些汗 夜亭把药瓶子全都翻遍了 把瓶子上的标签也都仔细读了一遍 发现这些基本上是些维生素 咀嚼片泥类 其中最不寻常的也就是一瓶退黑素和一瓶护肝药 夜亭问杨家丽 吃这些干什么 调理身体的 睡不着 吃这个安眠 夜亭紧紧盯着杨家丽的眼睛 没撒谎 杨家丽悄悄攥紧了拳头 没 夜亭梁嗖嗖地点点头 好 我会让人把里面装的药片都检查一遍 看看到底是什么 如果让我知道你在骗我 我会让你哭都哭不出声 那浓浓的威胁意味让杨家丽不由浑身一降 夜亭拉着杨家丽重新躺回到了床上 挂钟滴答作响 深夜寂静 等夜亭彻彻底睡熟后 杨家丽才松了口气 她动作轻微地从睡衣的袖子里掏出刚才那个没被夜亭发现的小药瓶 倒了两颗药丸 仰头便吞了下去 而后顺手把药瓶轻轻往床下一丢 那个没有标签的药瓶就这样无声地滚到了床底下 杨家丽再次醉酒 还把周围的人全部看成了夜亭那个大变态 张嘴就要去咬他们 夜亭感到时 杨家丽正歪倒在李大怀里嘟嘟囔囔着 迷里乎乎中 她听到了夜亭那个变态的声音 夜亭似乎在说要带她回去 她下意识地抱紧了李大 不回去 我不要回去 夜亭一脸阴沉 对李大伸出了手 把人给我 李大唯唯诺诺地哀了一声 就要把杨家丽推给夜亭 谁想 杨家丽猛地紧紧抱住李大的脖子 就像抱着救命稻草似地叫嚷着 不走 我不走 李大尴尬地挠挠头 杨哥 你松手好不好 杨家丽醉意张狂地疯狂摇着头 不松 夜亭一见着杨家丽把别的男人抱得死紧 心口就有一阵火 躁得直直往上烧 她直接伸手 强行将杨家丽拽到了自己怀里 跟我回家 杨家丽扭动着身体 急切地反抗着 不回 那里不是我的家 夜亭攥住杨家丽的手腕 不让她逃回李大怀中 并且恶狠狠地追问李大 怎么好端端地喝成这样 李大轻叹了口气 这不马上就到杨哥母亲的忌日了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她总有一两回喝成这样的 杨哥妈妈前年走的 这是对杨哥的打击很大 夜亭对杨家丽妈妈的事情并无好感 直接打断李大的话 知道了 我带她先走一步 夜亭越来越疯狂了 杨家丽往死里折腾 夜亭将醉酒的杨家丽带回家 清理一番后 俯身咬住了她的耳朵 宝宝 明天我要去法国出差 五天都看不到你了 所以今天怪一点 好吗 杨家丽昏昏沉沉中 下意识地翻身躲开夜亭 口中还在喃喃自语 夜亭凑过去细听 才听到杨家丽在小声呼喊妈妈 突然夜亭的眉头忍不住宁静 因为杨家丽不仅在喊妈妈 还在喊李大李二 她心里莫名有股火气 杨家丽被捏疼了 张开双眼 口中低呼着好疼 可夜亭却加重了手中的力道 语气更加急切和胁迫 乖 叫一声夜亭 杨家丽嘴唇吸动 可最后到底还是没叫 夜亭心中的暴虐陡然间窜起 她嘴角扯出一抹笑语 凉嗖嗖道 看来还是不乖 不过 我会让你乖的 说着她拿过床头柜上的皮带 将杨家丽的双手绑在了床头 杨家丽似乎感觉到情况不对 胶着不安的奋力挣扎 夜亭再度凑近她 宝宝 叫我的名字好不好 杨家丽的坚口不严 直接让夜亭发了狠 一场掺杂了夜亭疯狂情绪的暴风咒语 折腾的乌叶出声 最终杨家丽用颤抖的嗓音 虚浮地叫了声 夜亭 夜亭顿了一顿 伸手摸了摸杨家丽的头发 解开了她手腕上的靠子 眼眸里总算有了些温度 早这样 不就好了吗 她扶手 手指轻轻抚过杨家丽发热的眼皮 趁着你醉了 我再问一次 这么多天 你一直病奄奄的不痛快 是故意做出这副样子的 还是真有别的事瞒着我 乖 把实话说出来 杨家丽没说话 突然伸手抱住了夜亭的脖子 紧接着 在夜亭耳边响起了杨家丽呜呜呜的声音 夜亭 我难过 夜亭真是个大变态 杨家丽都求饶了 她都不放过 杨家丽在夜亭发了狠的折腾响 终于抱住夜亭求饶道 夜亭 我难过 夜亭愣了一下 把她的脑袋往自己的怀中按了按 在她侧脸上亲了一口 除了难过 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吗 杨家丽在她耳边呜呜呜呜的一直念叨着那句 夜亭 我难过 夜亭眼中露出一丝罕见的温柔 宝宝 你要是都像今天这么听话 我还会对你用那些手段吗 说着她再度缓缓抱紧了杨家丽 这次 动作温柔了许多 第二天 杨家丽醒来时 夜亭已经离开了 她顶着浑身的酸疼坐起身来 突然就看见了手腕处的红痕 那是被皮带捆绑后留下的印记 她不由苦笑 夜亭她是真的变了 曾经的校园恋人 如今不过是她豢养的一条狗吧 随时让她发泄 直到她顽腻了丢弃 突然 眼角余光中发现了餐桌上放了张纸条 那是夜亭留给她的 上面说 她要去法国出差五天 有事给她打电话 早饭在保温箱里 记得吃 杨家丽把纸条揉成团 扔进了垃圾桶 而后蹲在床边 努力伸手去够她藏在床底下的药品 还好没有被夜亭发现 她从药品中倒出两片药片 一仰头吞下 时差相隔六小时的法国巴黎 助理恭敬地将平板递给夜亭 夜总 这是您国内别墅的监控视频 夜亭看着屏幕中 正在吞药的杨家丽 眼眸书的一案 她把平板递还给助理 找个靠谱的人 去把这药品里的药片取几片拿去来监测 马上去 别让她发现了 助理走后 夜亭把手里的文件往桌上一丢 闭着眼沉默 半晌 她突然睁眼冷笑一声 宝宝 你果然有事瞒着我 杨家丽太惨了 陷入了网报的舆论中心 夜亭却袖手旁观 杨家丽在母亲继日泪洒舞台 为她去世的母亲写了一首歌 可下台后 当红歌手王阳却嘲讽她炒作的手段太过低劣 还恶毒的说她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 哭得跟死了妈似的 杨家丽当即失控 一伸手狠狠揪住了王阳的衣领让她道歉 王阳哈哈笑了几声 要我道歉 行啊 耽误你台上给你妈哭丧炒作 我给你拳下的母亲道歉了 真对不 王阳的话都还没说完 碰一下子 杨家丽一拳头砸向了王阳的脸 而正是这一拳 让杨家丽陷入了网报的风口浪尖 当天夜里 杨家丽又梦到了她的女亲 她泪湿枕头 也不知是深夜何时 治疗抑郁症药瓶旁边的手机响了 李大惊慌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说她打王阳的视频被掐头去尾的传到网上去了 很多人尾随到了她住的地方 现在各路媒体全都堵在了她家门口 杨家丽跌跌撞撞地走到窗前 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向来清静的别墅门口挤满了各路媒体 她惊慌地合上窗帘 点开微博 她打人的事情已经抢占了热搜榜前几名 王阳还趁机卖惨了一波 再度将杨家丽推向了舆论攻击的最高点 杨家丽看着那满屏不堪入目的辱骂 胃里一抽 脸色惨白 手机哐当一下掉在了地上 她拿起药瓶 不管不顾地往嘴里倒药 可不管她如何逃避 耳边似乎都能听见四面八方的哄笑和辱骂 极其阴暗的情绪堵在胸腔 快要让她窒息了 眼在法国巴黎的夜庭 看着平板上闹哄哄的舆论乱响 眼神暗了暗 吩咐助理 联系相关媒体 先压舆论转移热点 再 变停顿了几秒 脑中不由闪现出杨家丽曾经对她说的 我不想和你再有联系 我宁愿大街上随便找个男人都不想跟你碰一下 她忽然笑了笑 改口道 呵呵 先别动作 上次聂允的事 没等她低头就在背后帮她解决了 这次 先等等 助理小声说 可是网上骂得很厉害 变停冷哼 她最近闹情绪的厉害 总是一副死气沉沉的脸 就该让她吃点苦头 学会听话才好 我等她亲自开口求我 变停终于发现了杨家丽的抑郁症 而杨家丽遭受网暴精神彻底崩溃 杨家丽的所有信息被人肉出来挂到了网上 无数匿名电话打来对她进行毫无底线的辱骂 她几乎将一整瓶抑郁药倒入了口中 将自己蜷缩起来躲在阴暗里 不多时 腹中脚痛了起来 砰的一声 她栽倒栽地 刚好看到被打翻在地的日历上 用红圈标记的妈妈的忌日 泪水止不住地往外躺 妈 我好想你 我去陪你好不好 她忍着腹中的巨头 做了妈妈最喜欢吃的烙饼 带着一束花 乔装打扮一番后打开了别墅的后门 然而 刚走出别墅没两步 各路媒体狗仔就发现了她 像漫天飞舞的蝗虫追在她身后 她狼狈地逃上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带她去鹤山墓园 远在法国巴黎的叶霆 刚结束一场长达六小时的商务会谈 就着急地追问杨嘉丽有打电话来吗 助理摇摇头说没有 叶霆握紧了手中的钢笔 眼底凉薄一片 看来还是不乖 助理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叶子 有人找您 叶霆眼中闪过一抹惊喜之色 是他打电话来求我了吗 助理善善地摇摇头 不是 不是杨先生的电话 是国内负责验药的人打来的 杨先生偷偷服用的药片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叶霆听到这话 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 他拿过手机 强作镇定地听那边说话 一开始 他的脸色还算平静 随着电话那头越说越多 叶霆神情陡然变了 手中刚笔啪的一下落在了地面上 你说什么 那要是 杨嘉丽终于平安抵达赫山墓园 妈 我来看你了 可刚走没几步 身后忽然响起呼啸声 各路媒体狗仔一个个扛着设备满眼放光 直直冲向杨嘉丽 杨嘉丽慌了 抬腿就想跑 可惜这次他没能跑出狗仔们的围追堵截 他惊慌地被围在人群中央 层层的摄像机和话筒伸到了他面前 让他就出手打人仪式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场面正混乱着 突然飞过来一个鸡蛋 啪一声 狠狠砸在了杨嘉丽头上 亡羊的粉丝们高声喊着 敢打杨宝 我们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砸死你 数不清的鸡蛋凶猛地砸了过来 有主播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让直播间的粉丝们刷礼物走一波 杨嘉丽几乎要窒息了 他蹲在地上一边大口喘息 一边哭求着别拍了 你们别拍了 然而竟然有狗仔强行抬起杨嘉丽的脸 逼得他整张脸彻底暴露在人群的视线和摄像机的镜头中 他挣扎着推开人群就要强行离开 有人却在他背后猛推了一把 他一个猎浅 狼狈地摔倒在地 怀里藏着的烙饼和花束全洒了出来 杨嘉丽慌了 他看着滚落到人群中的烙饼和花束 极其焦急地喊 别踩 别踩我的东西 让开 让开 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喊 一个个为了新闻素材和追逐热点 一个劲地猛拍 当杨嘉丽终于把这些人强行推开的时候 蹲下身 看着那些被踩的七零八落的花朵和烙饼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有人发出了无情的嘲笑 不就是个饼啊 多稀奇事的 真是丑人多作惯 见人就是矫情 杨嘉丽颤抖着手捧起那被踩的稀碎的烙饼 眼眶中掉下大颗大颗的眼泪 这是给我妈妈的 突然间 他崩溃大哭 绝望地仰天哀嚎 这是给我妈妈的 这是给我妈妈的 你们把饼还给我 周围的人发出无情的嘲笑 哟 哭了哭了 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一丝爽 叶婷终于知道了杨嘉丽得了抑郁症 匆忙从国外赶了回来 可是还是晚了一步 杨嘉丽被各路媒体和狗仔围追堵截 孤立无援的他在墓园里绝望痛哭 而那些媒体和狗仔拍到了想要的素材后 就纷纷离开了 还有几个博主追着痛哭的杨嘉丽 让他给亡羊直播道歉 最后还是一名守墓园的老大爷 挥舞扫帚将他们给赶走了 杨嘉丽那瘦削的身影一步一步往墓园里走 暗夜中 他忽然停住了脚步 他好像听见有人在叫他 杨杨 别过去 回来 他慢慢转过头 看着身后一片昏黑 冒着红血丝的眼眶里呼得又掉下了眼泪 他低下头 麻木地慢慢走入无光无亮的墓园深处 整个人终于没入彻底的黑暗之中 列艇连夜乘飞机赶了回来 走出机场的时候 脚一软 狠狠地裂起了一下 索性有助理在旁边扶住了他 他的脸色一片发白 眼睛理脸着几乎从未有过的慌乱 电话里 检验药品的人的话语似乎还缭绕在耳边 不可能 这个检验员一定在撒谎 他一定弄错了 我的杨阳从来都没心没肺 碰到什么事都双眼放光 嬉皮笑脸精力无限 他怎么可能会得抑郁症 可他的脑海里又总是不由地浮现出 最近杨嘉丽落寞阴郁的模样 和那双暗淡的眼睛 他觉得心口好疼 疼得他快窒息了 这时 助理把手机递给了他 叶总 这是媒体刚上传到网上的视频 你要不要看看 叶婷看着那发亮的屏幕 呼吸发颤 他点开那视频 就看到他的杨阳 像个罪犯一样被所有人围在中间 被辱骂吃笑讽刺 如洪水一般向他涌去 他脸上沾着蛋液和血子 狼狈地向着小丑 他手里拿着几块碎饼 仰天嚎啕大哭 那哭声从手机里传出 叶婷听着听着 整张脸变得惨白 心脏处仿佛有一股剧烈的疼痛 沿着神经刺遍了全身 他的杨阳哭了 他不是闹情绪 而是生病了 可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 车子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赫山墓园 叶婷脚步紊乱匆忙地 到了墓园门口 拿出杨家丽的照片 问守墓的老大爷 老大爷只看了眼照片 便叹气道 这孩子从早上待到现在 快一天了 没见他动过 下血也不磨窝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 老大爷还没说完 叶婷就已经冲进了墓园 墓园深处 杨家丽坐在一块墓碑前 毫无声气 他身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血 不言不语也不动 两只手握着几块烂碎的烙饼 贴在靠近胸口的地方 叶婷胸口滞闷 心里急痛 嗓音沙哑地说 杨阳 是我 我回来了 杨家丽没有抬头 连手指都没动一下 像是死在了这个漆黑的血液 叶婷终究还是回来晚了 叶婷在杨家丽母亲的墓碑前 找到了杨家丽 墓园深处 杨家丽像是失去生气般 在母亲的墓碑前跪了整整一天 叶婷走进她时 发现她身上都积了厚厚一层血花 叶婷心口震透 颤着声道 杨阳 是我 我回来了 杨家丽没有抬头 连手指都没动一下 像是死在了这个漆黑的血液 叶婷蹲下身 紧张地呼唤 杨阳 杨阳 你别吓我呀杨阳 杨家丽僵直地被挤 突然间脱力地倾倒下去 叶婷慌乱地接住她 杨阳 走 我带你回去 来 站起来 杨家丽缓慢地抬起头 眼中一片死寂 她轻轻张开嘴说了两个字 完了 叶婷看着她的眼眸 猛地一股刺痛压破住了呼吸 她刚想说什么 杨家丽用很虚弱的嗓音又开口了 小时候 我养过一条小狗 它叫小黄 特别黏我 每次都在门边趴着等我放学 可有一天我忽然就找不到它了 后来我才知道 狗贩子来村里看见了小黄 把他麻云偷走了 从那时候起 我就知道了 人的心是黑的 后来 我跟着姥姥去了县城 他过马路给我买糖片的时候 他腿脚不好 晃晃悠悠过绿灯时 忽然被一辆车撞倒 我以为能抓到那个开车的 可后来才知道 他是个有权有势的富二代 根本没有受到惩罚 杨家丽的情绪突然间失控 死死握紧了拳头 泪水再次夺框而出 可我的姥姥呢 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连个公道都讨不到 从那个时候起 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个世界也是黑的 叶婷听着这些话 心痛得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杨阳 你还有我 杨家丽忽然又安静了下来 眼眸似乎被微光点亮 她轻声说 我最幸运的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你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 我喜欢蜂蜜 你就藏了一柜子蜂蜜 我喜欢牛奶稀米露 你每天都会给我带 那四年 一分一秒我都舍不得忘掉 忽然间 杨家丽眸光中的亮光熄灭 声音也变得无限的低落 可是当我看到你给小夏牛奶稀米露 却忘了我也很喜欢这个的时候 当我看到你记得小夏的毕业典礼 却忘了那天也是我的生日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那四年的幸福是我偷来的 早就结束了 你喜欢的再也不是我了 叶婷心痛难当 她慌张地握紧了杨家丽打算抽走的双手 不是 宝宝 不是 杨家丽继续哽咽着说 和你分手后 我就打工去了 我妈那个时候病很重 医生说 已经回天乏术了 可我不信邪 我偏要救她 我同时打四份工 一天就睡五个小时 我想赚很多钱 给她请最好的医生 用最好的设备 可还没等我赚到很多钱 她就走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我回到出租屋 房间里面黑洞洞的 什么都没有 他们都走了 就剩下我一个了 我再也没有家了 再也没有人疼我 再也没有人爱我了 叶婷再也忍不住 猛地将她紧紧拥入怀中 不会的 你还有我 我带你回家好不好 想吃什么 饺子 牛奶 稀米露 还是 突然间 杨家丽双手无力地捶了下去 叶婷心跳几乎都要停止了 杨阳 宝宝 你别吓我 杨家丽双眼紧闭 已然处于休克状态 杨阳 叶婷抱起杨家丽 急迫地往牧原外跑 一边金黄地呼唤杨家丽 宝宝 跟我说句话 别吓我 我带你回家 叶婷终于后悔了 杨家丽在她面前休克的那一瞬间 她彻底慌了 她抱着杨家丽往牧原外冲去 杨阳 你别吓我 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好不好 叶婷双眼发红等在急诊室外 身体止不住地站立 她害怕她的杨阳就这样离开自己了 急诊室的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叶婷像是疯了班上前 问医生情况怎么样了 医生神情凝重 病人从休克中清醒后 我们检查了她的情况 可以确诊是中毒抑郁症 叶婷紧紧攥着拳头 一道剧烈的酸色从胸腔窜出来 直指涌上鼻腔 抑郁症 她的杨阳竟然真的得了抑郁症 叶婷堪称住墙 颤抖着问 医生 她的病还能治愈吗 医生叹了口气 如果只是单纯的抑郁 那么用普遍疗法 药物治疗加上心理介入 就会有不错的效果 但是 叶婷的整颗心呼的揪在了一起 但是什么 医生再次叹气 但是 通过刚才和病人接触 我们发现 她在抑郁的同时 还有了暂时性的自闭倾向 叶婷的脑子仿佛被重击了一下 她难以置信 自闭 医生摇摇头 是的 自闭 病人在休克前 曾经遭遇了非常剧烈的外界刺激 导致她产生了心理上的应激反应 形成了暂时性的自闭状态 就好像一个原本已经受了重伤的人 又受到了一顿惨无人道的殴打 她下意识地跑进一个自认为安全的黑屋子 外面的人进不去 她也出不来 伤势只会越来越严重 只有她自己愿意打开门 我们才能帮她治疗 叶婷靠在冰凉的墙上 眼里极度慌乱 她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心如刀角 她的杨阳 怎么会 她颤巍巍地走进杨家丽的病房 杨家丽躺在床上 脸色惨白 嘴唇干涸 一直以来 她的杨阳是热闹又爱笑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不再爱笑了呢 杨家丽睡得不太安稳 被噩梦缠身的她摇晃着脑袋 还在低声向那些欺负她的人哀求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这是给我妈妈的 你们别踩 求你们了 求你们了 叶婷侯头一酸 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滚落 宝宝别怕 我再也不让你受欺负了 别怕 我回来了 可突然 她的视线落在杨家丽手腕处的勒痕上 心脏像是被狠狠弯了一斗 她出国前一天 为了逼迫杨家丽屈服 把她靠在床头 漠视她的挣扎 无视她的痛苦和掉下的眼泪 下了狠惊让她几乎痛叫出声 叶婷趴的一下 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 叶婷 你真他妈不是人 杨家丽不仅得了中毒抑郁症 还犯上了严重的自闭症 杨家丽在医院醒来时 就一直呆呆地坐着 双目空空 叶婷耐心地哄着她吃药 乖 张开嘴 吃药 杨家丽默默扭过头 不离不踩 叶婷愣了几秒 直接伸手用力地把杨家丽的头掰过来 把药往她嘴里塞 不吃药你的病好不了 你听话 来 杨家丽被她捏疼了 挣扎着一把打开了叶婷的手 叶婷叹了口气 压下所有情绪 再次轻声哄道 杨阳 不要和我置气 只要你乖乖吃药 你想要什么 想吃什么 我都给你 行不行 叶婷看着依旧毫无反应的杨家丽 心上一记 要不我给你出气 只要你把药吃了 我就让王阳 突然间 杨家丽原本空洞洞的双眼 在听到王阳这个名字的瞬间变得惊恐 如同受惊的兔子一般 护住自己的头 拼命哀求 我没有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叶婷胸口仿佛被重击了一下 剧烈的痛楚弥漫开来 杨阳 如果你希望 我可以把王阳弄过来 对着你下跪磕头 不论怎样都可以 我可以让人划烂他的脸 打断他的腿 让他一辈子也上不了台 让他身败名裂 不知道是哪一句刺激到了杨家丽 杨家丽突然抬头 定定地看了看叶婷 叶婷颤抖着 轻声哀求 宝宝 吃药吧 杨家丽慢慢低头 凑到叶婷手心边 像甜水的幼崽 把叶婷手心的药片含进了嘴里 杨家丽对住院有抗拒情绪 叶婷决定把他带回家养病 可刚到别墅 杨家丽死活不肯进门 口中小声呢喃着 这不是家 叶婷将他强行搂入怀中 好言好语地哄着 这就是你的家 听话 跟我回去 杨家丽浑身都写满了抗拒 里面会有人逼我 会有人强迫我 不要 叶婷呼吸一致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用各种手段逼迫他屈服 甚至用手铐靠住他 给他留下了这么恐怖的阴影 叶婷艰难开口 不住这里 那你想去哪里 叶婷跟着他穿过大街小巷 一直来到一栋旧楼前 杨家丽打开了 自己曾经租过的小屋子 进屋后灯都没开 摸黑就钻进了床上 叶婷打开灯 看着他缩在床上的模样 心中抽疼 他凑过去用最温柔的语气说 宝宝 我陪着你 其料杨家丽极强地 抗拒地用手去推开他 叶婷长叹了一口气 最后举手投降 好好好 我不住 我不住你的屋子 从出租屋出来后 叶婷就打电话 让助理安排在同一层楼 租一个房子 这时 楼道里响起沉稳的脚步声 一个西装革履 气质儒雅的男人走了上来 叶婷瞇着眼看了那男人一眼 居然是赵向海 赵向海正打算去敲杨家丽的屋门 一道恨不得吃了他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赵向海 你怎么会来这儿 而赵向海在看到叶婷的那一刻 也是格外吃惊 叶婷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来找杨家丽 他是住这儿吗 叶婷一听赵向海要找的是杨家丽 当即生了几分戒备 你找他 你跟他什么关系 来找他干什么 杨家丽宁愿对陌生男人头怀送抱 也不愿意让叶婷碰一下 这下又把叶婷给激怒了 赵向海来看望杨家丽 叶婷提醒他别靠近杨家丽 他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 免得惊到他 赵向海看着神情麻木 一动不动的蜷缩在床上的杨家丽 震惊不已 几天不见 他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叶婷给杨家丽准备药的同时 还在催促赵向海 他要吃要休息了 你看看就赶紧走 等他再转身回来时 赵向海已经坐在了杨家丽身边 叶婷毫不客气地斥责 喂 不是叫你别靠近 突然 叶婷的话梗在喉筒 怎么会 杨阳怎么会主动靠近赵向海 赵向海温柔地抚摸着杨家丽的脑袋 你的是我听说了 现在觉得怎么样 还好吗 杨家丽抓住了赵向海的手 没说话 叶婷看着杨家丽那主动 抓着赵向海的手 只觉得像是一个巴掌 狠狠打在他的脸上 险些激得他情绪失控 宝宝 我真的很想把你关起来 关在只有我能看到的地方 独自占有你的一切 可如今你病成这样 我又怎么舍得 他压抑着怒气 将药和水杯递给杨家丽 杨阳把药吃了 杨家丽害怕叶婷的靠近 下意识地往赵向海身后躲 赵向海安抚地拍拍他的手 没事没事 叶婷只觉得心脏被人一把捏住 眼里疯狂的情绪一阵阵涌动 赵向海叹了口气道 我来试试吧 从叶婷手里接过药和热水 赵向海温言温语地哄着 把药吃了好吗 吃了药病才能好转 来 杨家丽待了一会儿 低下头 主动从赵向海手中攥过药片 吞进口中 又主动去喝热水 一口饮下 乖极了 叶婷脸色已经黑到了极点 赵向海笑着拍拍他的背 慢点 慢点 赵向海离开时 压低声音对叶婷说 杨家丽之前和我大概讲过他的事情 叶婷心脏一紧 赵向海吃笑一声 声音也冷了下来 如果他那事后止的就是你 那些事也都是你对他干的 那么我想 他现在对你的抗拒和戒备 全都是事出有因 叶婷满面寒霜 砰的一声将门给重重关上 赵向海站在出租屋门口 缓缓伸出掌心 刚才杨家丽主动握住他的手时 在掌心中偷偷写了三个字 带我走 叶婷的战友欲到底有多强 杨家丽宁愿主动对陌生人投怀送抱 也不愿意让叶婷碰一下 你就那么抗拒我吗 叶婷深吸了一口气 将心里头疯狂的想法压下 伸出手 尽量平和地哄着 杨阳 过来 谁想 杨家丽戒备地连连后缩 叶婷再也忍不住 直接上手拽住杨家丽的胳膊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来 自己靠过来 就像你刚才对赵向海一样 杨家丽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兽一般拼命挣扎 不要 不过去 不过去 叶婷被他抗拒的反应刺激的快发疯了 他用力把杨家丽拥进了怀里 你不肯亲近我 却对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敞开心门 宝宝啊 你是要把我逼疯是不是 他低头看着杨家丽的眼睛 半是期盼半是诉讼地问 你告诉我 我是你的什么人 杨家丽一脸地恨你 一字一顿地说 你是狗 叶婷苦笑一声 还有呢 杨家丽捏紧拳头 咬牙切齿 你是恶魔 叶婷将他重新按回自己的怀里 极其认真的说 都不对 宝宝 你记住了 从今往后 我是你男人 你生病了 我会好好照顾你 你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 我都会无条件满足你 但是 他压低了声音 威胁道 但是 如果你对别人投怀送网 我是不舍得对你怎么样 其他人 我就不敢保证了 他在杨家丽额间落下一吻 轻声叹息 你是我的 不许逃 也不许再让我那么难受了 好吗 听话 回到公司 助理将王阳的资料 全部盛了上来 他慢悠悠翻看着这些资料 眼中是刺骨的含义 让你准备的事情 都预备好了吗 助理点头 都安排好吗 可他又试探地问了一句 叶总 真的要那么做吗 会不会抬 叶婷抬起眼皮扫了助理一眼 助理瞬间被这一眼 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是我多嘴了 他忙退出办公室 叶婷死死攥着王阳的资料 宝宝 我们弄死他 好不好 叶婷终于要出手 替杨嘉丽报仇了 王阳即将迎来他的黑暗时刻 叶婷打电话约王阳去酒店 王阳还以为自己 终于攀上了叶婷这个大楼 早早地就过去换上睡衣等着了 叶婷打电话 让他用床头的领带蒙上眼镜 然后关上灯等着 一夜的疯狂 直到王阳被折腾得昏死过去 他都不知道 来的人并不是叶婷 而那一夜的全过程 被完完整整地记录在了摄像机中 叶婷亲手给杨嘉丽做了西米录 杨嘉丽不理他 他就亲自喂给他 宝宝 我放了个老鼠家 把伤害你的那只老鼠给夹住了 要是你把这碗喝完 过几天 我带你出去看一场灭鼠的好戏 杨嘉丽暗淡的眼眸中瞬间亮了 叶婷终于肯放自己出去了吗 他当即接过完养头喝光 我的手艺怎么样 叶婷替他擦擦唇角的水渍 满眼的期待 你要是肯和我亲近 我每天都给你煮 杨嘉丽翻个身 留给他一个沉默又冰冷的背影 叶婷叹息 那你告诉我 要怎么做 你才肯和我亲近 杨嘉丽抬起眼皮 这次终于主动开了口 他一字一顿地说 放我走 叶婷正了正 僵硬地勾了勾唇角 乖 我们不想这个 杨嘉丽失望地闭上了眼 叶婷爬上床 将他连着被子龙在自己怀中 轻声哄着 你现在生病 我舍不得对你怎么样 但是宝宝 别再想着从我身边离开 你逃走 我会把你抱回来 要是有别人敢带走你 叶婷的声音陡然阴冷 我会亲手打断那个人的骨头 杨嘉丽身子一颤 侧过头狠狠瞪着他 你是狗 叶婷丝毫不生气 对 我是狗 他飞快地在杨嘉丽发丝间亲了一口 我是一条只为你而存在的疯狗 几天后 慈上晚宴上 叶婷带着杨嘉丽出席 赵向海看见他 立马上去跟他打招呼 却被叶婷一把拦住 赵总也不是吃醋的 立马回怼 叶总真是强势 但是我想小杨应该有他自己的想法 杨嘉丽一听 立马主动跟赵向海握手 消息已经传递了 赵向海立马离开 免得被叶婷怀疑 杨嘉丽主动跟叶婷说话了 我要去厕所 这让叶婷高兴得不行 还主动陪他去 其实还是为了防止杨嘉丽逃跑 离开叶婷视线后 他迅速拿出赵总递给他的纸条 看完就立马丢在马桶里 叶婷看到杨嘉丽出来后 想牵他的手 可杨嘉丽却直接无视他 叶婷一把将他拉入怀里 宝宝外面人多又乱 我可得把你的手抓紧吧 免得有人想趁机做什么 让我找不到你的不好吧 入座后 叶婷贴心地给他戴上口罩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接下来 我们就安安心心地看戏就好了 此时 王阳一身粉色西装 正春风得意地站在舞台上 深情脸上 而台下的吃瓜观众 早就已经炸锅了 看着头条新闻 窃窃思雨 就连他辱骂杨嘉丽被做的视频 原原本本地被爆了出来 舆论飞快地反转 台上的王阳还在一脸忙的 只是预约感觉气氛不对 下一秒就被媒体反反为重 是不是劈妥 是不是有地下男友 更有人当场过了他一身不知 王阳装不下去了 直接破口大骂 看把他是不是有病 王阳的经纪人许超健撞得不对 立马就把他带走了 叶婷淡淡地说 这才是开始的 公司里许超训斥着王阳 我让你抓住他的心 没让你得罪他 跑了你几年 你现在是飘得没边了 王阳不解 明明是叶婷主动约他的 许超怒了 你怎么就不自己动动脑子 现在他也没办法了 自能去求叶婷了 他换好衣服 偷偷来到停车场 没想到 早就有人等候多时 王阳被一击蛋杂地 晕呼呼地等在地上 叶婷抱着杨嘉丽 看着视频里的被欺负的王阳 杨嘉丽情绪复杂 地旁的叶婷却说 这只是开始 王阳一路跌跌撞撞地 来到叶婷公司里 叶婷没见到 却被两个大汉 直接带到了一面静的街 不等他问个明白 就被直接按在地上 一顿暴躁 而叶婷就坐在对面 看着一切 地旁的杨嘉丽 身体不自觉地发抖 双手紧握 他虽然恨王阳 可这样心狠手辣的叶婷 却更让自己害怕 更想要逃离 杨嘉丽才是心狠手辣的叶婷 全身都在颤怒 虽然他更亡阳 可现在他更害怕叶婷 现在的他只想逃 离叶婷这个恶魔圆圆的 晚上杨嘉丽 好不容易才把叶婷赶走 收拾好东西 到这时十秒后 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了楼下 他来了 他立马亲手亲脚地下楼 太好了 只要出了这道门 就可以离开他 可是一道冷静的声音响起 宝宝 大半夜的你准备去哪里 杨嘉丽慌张地看着他 转身就朝着大门冲去 可因为过度紧张 导致他一脚踩空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叶婷担心地大叫 杨嘉丽强忍着疼痛爬了起来 却发现门被锁死 看着朝他走来的叶婷 杨嘉丽一下一下地撞门 还有机会的千万不能放弃 最后终于把门撞开了 可是结果却还是令人失望透顶 门外叶婷早早就安排了保雕 守着根本就逃不出去 看着身后的叶婷 他慌了 大哥求求你 到我走吧 可他们却只听叶婷的 叶婷丢了手里的烟淡淡的一声 失望 他一把把杨嘉丽抱起 就要把他带回去 他祈求叶婷别把他带回去 可是叶婷却无视他 直接把他带回了房间 杨嘉丽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逃离他 却没想到 他早就已经知道了探户记 回到房间的叶婷 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杨嘉丽 听话我要吃了 我给你处理伤口 叶婷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可是叶婷安排人去抓来接他们 虽然还没有抓到 但叶婷却没打算放过他 杨嘉丽慌了 他一想到被惩罚的杨娘 他害怕叶婷也那样对待赵向海 一把抱住了叶婷 是我要逃的 不要再查了 就这样吧 可叶婷的心 却好像被人狠狠地抓了一把 他居然为了别的男人求我 你能不能放过我 可叶婷却默不作声地 给他包扎伤口 他声音放大了一些 你打算关我到什么时候 可叶婷却说 我没有关着你 杨阳 你想去哪里 我都可以带你去 但是你必须留在我身边 杨嘉丽拉开了叶婷的手 你早就计划好了吧 从回国开始 解散团队 害我欠债 逼我离不开你 就像今天一样 他抬头一脸苦笑地看着她 从头到尾 我都只是 供你消遣的玩意儿吧 叶婷却慌张地抱着她 你是我的宝贝 是我最珍贵的人 叶婷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那么努力地 想留住她 可是她却越来越痛苦 杨嘉丽叹了口气 叶婷 我们分开五年了 你咬着我不放 还有什么意义 当初导致我们分手的缘由 现在还剩下几条没解决 你自己心里数一数 放下吧 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话 在叶婷心里 激起了无数的金牌害辣 我说没过去就是没过去 她哀求着杨嘉丽 当年的障碍我都会扫清 宝宝你告诉我 你不会离开我的 永远不会 杨嘉丽沉默了 自己真纯 怎么会跟她这样的风格 讲道理 叶婷却开口说道 我可以让人 不要再去追那辆 带你逃跑车 让他们收手 杨阳听话抱抱我 杨嘉丽一听 她愿意放过他们 毫不犹豫地抱了上去 叶婷的心碎了一地 又是为了别人 几天后 杨嘉丽正呆呆地逗着阿福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让她又看见了希望 杨嘉丽看着眼前的蓝天 你来干嘛的 可是蓝天一看 阿福就两眼曝光 我能撸两下吗 蓝天把之前 叶婷找她租房的事 一五一十地说给杨嘉丽听 来找叶婷是因为自己 最近手头又紧 所以来问问她还租不租房 叶婷的突然出现 直接把两人吓得飞起 蓝天十分识趣地 给叶婷让步 叶婷却连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直接就要把人赶走 看见护工不再立马 就要咬心碎 蓝天一听 两眼放光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找护工吗 你觉得我怎么样 叶婷却直接把她打了出去 杨嘉丽看着自己 唯一逃跑的机会 要被赶走立马坐不住 现在自己身边 全部都是叶婷的眼界 得留下蓝天 才有机会再联系海哥 她叫住叶婷 想要留下蓝天 做自己的护工 门外的蓝天立马硬核 对啊对啊 你看杨阳都同意了 蓝天居然叫自己的宝贝杨阳 她回头恶狠狠地震着蓝天 谁让你这么叫 蓝天立马躲在门后面 这她瞄得也太吓人了 蓝天立马解释 自己跟她很投缘的 才认识一下午就很惨 叶婷一听还清静 直接就把她关在门外 真小气 叶婷看着她跟自己赌气的样子 哈哈大笑 杨嘉丽却离她远远 叶婷轻轻戳了她一下 宝宝 你就为了一个陌生人 跟我赌气一下午吗 杨嘉丽表示自己想留下蓝天 可叶婷觉得蓝天来路不鸣不靠谱 需要专业的护工 才能帮助你康复 可杨嘉丽却不想要冷冰冰的护工 我只是想交一个朋友 让自己开心一点 不可以吗 叶婷不甘心地巴唧她一口 她现在只要她的羊羊能高兴 其他的 什么也不求了 叶婷答应了杨嘉丽的要求 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一定要好好抓住 叶婷看着蓝天的资料 她居然是蓝家的在讨小少爷 蓝家 和他们的世交卵家都派出了不少人找她 叶婷摸了摸下巴看着窗外 明天通知她去上班吧 看这样子应该也不会待太久 就顺了杨阳的心意吧 可她严重低估了这位小爷的病名 叶婷一想到晚上的宴会 卵家也回去 眼里满是阴影 厨房里冒着飞飞的浓烟 蓝天忙活了一上午 炒了一波飞飘的料子 她冷不溜溜地打了个喷嚏 谁骂我 一旁的杨嘉丽一脸甘心地看着她 还是我来吧 你放过我的厨房吧 蓝天自信地表示 不行 这是我的工作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 杨嘉丽接过她手里的锅铛 努力让自己不笑得太大声 你还是先洗洗你的脸吧 蓝天疑惑地摸了一把自己的帅眼 原本白金的手摸完脸后变得飞呼呼的 杨阳 你笑话 蓝天狼吞虎咽地吃着盘子里的起床 看着全能的杨嘉丽 无比丧气 薪水都该拿了 明明她是照顾她的现在却反过来 她好奇地问 杨阳 你跟叶总是什么关系 不知如何开口的杨嘉丽 看到了窗外自由自在的小女 虎色地说 自己是她养的宠物 蓝天看出了她的开心 正想讲笑话比她平时 杨嘉丽认真地看着她 蓝天 有个忙只有你们帮我 几天后 两人好不容易逃过了叶婷的眼线 溜了出来 蓝天将她推进行间 也笑得快出 自己在外面放风 感觉自己还是非常有用 虽然叶婷真的很可怕 但是人在江湖 做人要紧一起 杨嘉丽重新见到了赵 而赵向海很好奇 叶婷明明对她很好 为什么她却一心想逃 杨嘉丽深吸了一口气 把一切娓娓道来 她现在把我绑在身边 不过是不甘心了 她那种疯狂的战友 一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不想一辈子这样 当她见过叶婷的手段后 更是不敢想 如果有一天感情浩健了 我会有什么下场 赵向海听后十分同情 决定再帮她一次 这一次会成功吗 当被小竹马软燕炎 这样那样的蓝天 隔天就看见 她搂着胸大腿肠的女人 蓝天吓得用奶茶杯 当着自己的帅女 自从那天回家后 她时时刻刻都在躲身 杨嘉丽担心地 问道你真的没事吗 从那天回来后 你就活不爽了 蓝天慌张地表示自己没事 听到有人敲门后 表示自己没事我去开门 可开门后更放心了 虽然是蓝燕炎 她满眼温柔地看着蓝天 离家说走的游戏 玩够了 在外面玩了这么久 该跟我回去了 蓝天不乐意 什么游戏老迷 是认真的 好好好 你是认真的 你的行李在这 我帮你办 该跟我回去了 蓝天推了她一把 滚蛋 谁要跟你回去啊 你平时是觉得 我愿意跟一个漂亮的人走 为我二十年来 把你当亲哥 我爸妈那么信任你 软燕炎去一把 把她抱紧怀里 表示自己可以解释 我会跟叔叔阿姨 聊我们的事 蓝天却脸红的本事 聊什么聊 从小到大都没爱什么好心 前脚我们才这样那样 转身就跟别的女人似乎 阮燕炎笑得无比开心 你吃错了 蓝天一把 飞太大 嘴硬的说 没有怎么可能 回去吧 我不跟你回去 阮燕炎刚想说 这两袋零食 自己要带回去 蓝天碰着观赏明珠 你想的美 阮燕炎摸了摸红种的笔 算了 就让你再度完你了吗 杨嘉丽拍着大口吃零食的 蓝天淘凯了说 你这是离家说走的 还是享受一下相当 你真不跟他回去 蓝天表示 你还说 叶总对你的吗 杨嘉丽换了一个问题 蓝天就上当了 要是只要那个姓软呢 嗨嗨 你问这个干嘛 你还喜欢叶总吗 当叶婷听到蓝天问杨嘉丽 你还喜欢叶总吗 叶婷紧张到不敢呼吸 她也很想知道 杨嘉丽心里还有没有他 可杨嘉丽却说 我再也不敢喜欢他了 自己宁愿出去干苦力 也不要再留在他的身边 叶婷听后进门 就把杨嘉丽逼到角落了 宝贝 我没听清楚你刚刚说了什么 再考虑考虑重新说 可杨嘉丽 去叫他不要自欺欺人 这次叶婷真的生气了 他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一把将桌子上的东西掀翻在地 把杨嘉丽抱了起来 他不理解自己对他那么好 为什么他总想逃 为什么他宁愿做苦力 也不留在自己身边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说 杨嘉丽态度坚决地说自己从不撒谎 从不撒谎 呵 好很好 毕业分手的时候 你说跟我在一起 让你焦虑和不安 我们之间差距太大 有太多的变数 就因为这句话 我去了美国 我把权力夺了过 让自己足够强大 有足够的筹码 主宰人生 现在我什么都有了 回国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你找回来 可你呢 只想从我身边逃走 为什么杨阳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黏着我 可杨嘉丽内心 却毫无波澜地说 叶婷 你对待我的方式 偏执又畸形 你早就不是我大军师 喜欢的那个人 叶婷慌张地不停解释 都怪我 我会好好弥补你 杨嘉丽正开了她 表示自己不需要你 现在的你只让我觉得危险小口 叶婷一听 她还想逃 就准备用强弹 杨嘉丽吓得一直往和缩 你给我一个星期 给我准备准备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受不了 叶婷终究服了软 第二天一大早 叶婷要带着杨嘉丽去公司 杨嘉丽本能的拒绝 可叶婷向来说一不二 反正你早晚都得适应 公司里 杨嘉丽失去的不跟她上一个电梯 叶婷眼里一阵酸涩 自己真的错 从前不该那样对她 她一把拉着她进了电梯 叶婷看着她 脑子里都是曾经自己欺负她的画面 她真后悔 要是不那样做 现在她也不会这样讨厌自己 下电梯时 她满含歉意地对杨嘉丽说 杨要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 叶婷对杨嘉丽的爱 变得畸形又扭曲 她自己却毫无察觉 她五年的努力 让自己能够做主 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叶婷想要一切都回到以前 可这扭曲的爱 却让杨嘉丽的病情愈发严重 天职的控制 让她只想逃离 面对叶婷的质问时 她说 叶婷你不把我 让人看对我的方式 有偏执又畸形 你早就不是大学时 我喜欢的那个人了 这句话特地惹怒了叶婷 也不管她现在还在生病 就要跟她亮亮唱唱 她现在也不管杨嘉丽是爱她 还是会送她 只要杨阳在自己身边就好了 她以为她要受性大发 可叶婷却突然停下 她手倾护着杨嘉丽 因生病受的脱向的你 宝宝只要你现在说喜欢我 我就在这里逼跑了 杨嘉丽把脸扭开 沉默着一言不发 叶婷刚刚恢复的理智 差点又成渣渣了 你宁愿做道理 也不愿意说一句喜欢我 杨嘉丽不敢再继续刺激她 给我一个星期 叶婷的心狠狠收紧了一下 杨嘉丽解释 给我一个星期 准备你现在这样 我接受不了 叶婷有点疑问 准备什么是说喜欢我还是 杨嘉丽说得含糊不清 可得到了一丝丝希望的叶婷 心里还是高兴 想都没想就答应她 心里默默祈求宝宝 你别让我失望 第二天一大早 杨嘉丽醒来 看见叶婷居然还没有走 见她醒了 叶婷叫她跟自己去公司 现在的叶婷 已经恨不得 把她变成挂件一天 24小时都在她身边守着她 杨嘉丽对对她我不想去 叶婷一把抱起她 既然我说了从身体开始 那么从今天起 我会尽可能地把你带在身边 让你习惯我的存在和我的一切 公司的杨嘉丽 甩开了叶婷的手 总是在朝边上走去 我不是高层 也不是贵宾 我坐普通电梯 叶婷看着她的样子 想起了她当初 带着自己乐队资料 来找她的时 被自己拒绝 心里刺痛酸涩的厉害 她把杨嘉丽拽了回来 我让你做你就做 杨嘉丽觉得 她真是个奇葩 新手把我退出去的是你 把我拽进来的 你是你 这话传进叶婷的耳朵里 变成了密里麻麻的律键 扎进她的心里 她也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要面要对她 当她在最痛苦的时候 一心逼她低头求饶 叶婷 你怎么省 当开始反思自己的 所作所为的时候 那后面的刀子 就会断崖式的下降 下电梯的时候 叶婷拉住杨嘉丽说 我再也不会这样对你 杨嘉丽一整个愣住 没反应过来她说什么 叶婷立马 招冷了起来 没什么外面 冷去我办公室 杨嘉丽对于她的工作内容 一点兴趣都没有 只是有点烦恼 难得出来一趟 却什么也做不定 被叶婷那么一闹 更没办法跟外界联系 正发愁呢 就听到叶婷下午的 会客名单里有赵向海 听到赵向海名字的杨嘉丽 一击领海哥要 还差点被叶婷 这次王发现 他赶紧低头 看着自己的手 叶婷交代了一下 行程安排后 起身对杨嘉丽说 杨阳一会赵向海要滚 叶婷是个醋王实锤了 一提到赵向海的名字 都带着酸味和攻击力 他特意跟杨阳说 赵向海一会要滚 杨嘉丽平静地回答我听见 见她没什么反应 叶婷还有些意乱 当即就扒击她一大口 不想见最好 省得她又找机会 逃过离间 乖 好好待在我的身边 别再相信她的狗话 杨嘉丽嫌弃地擦了她脸 我要见谁是我的事 在说海队也不是那样的 叶婷一改往日的暴脾气 开始用红小孩的办法 修长的手指 抵在她嘴边 虚 你在向别的男人说话 我真的会生气 又在她脸上扒击了一步 我很快回来 海王会带你出去担心 在此之情 你先养好精神 别总想着其他脑 杨嘉丽每根头发 都在抗击她 叶婷走了之后 叫来了两个大汉 不许她乱跑 也不能有什么闪失 会议结束后 叶婷主要十足地 看着照相来 直接摊牌 会上轮替几条 针对龙海以后 叶总对我真是喊大的怨气 知道就好希望经过这次 赵总可以掂量清楚 自己的嘴唇 我的人 赵总碰不起 两人你来无往 谁也不让手 忽然有人大喊 杨先生你别跑 两人的表情 一个惊喜一个惊讶 看到杨嘉丽在那 叶婷提到粉丝 也自信才放箭 雅大汉粉丝说 杨先生非要出去买奶茶 我们也不敢听完 叶婷示意他们下车 拉着杨娘的手柄 自己倒出热 一点也不低 我想喝西米露 说着他提着奶茶 走到了赵总碍面前 海多听说你也在 我就多买了一杯 之前你帮了我很多 一直想找个机会 谢谢你 能当上粉丝还的人 智商都不可以 赵总碍是这样 叶婷自然也会长 赵总碍一听 刻意给他买了奶茶 不会嫌弃 赵总碍刚等着接 就被叶婷一托 叶婷自细检查着奶茶杯 杨阳担心 再这样下去 就被你发现 他立马拿出了另外一杯 抢别人的干嘛 你也有份 叶婷又惊又喜 你也给我买 对啊你 不要就拉倒 叶婷在他打算 收手的时候 及时抓住 我没说不要 难得你那么便捷 反手把那个奶茶 丢给了赵总碍 拉着 也拘捕杨阳的心理 也不打击不该打的主意 拿到消息的赵总碍 没有多纠缠 直接就走 他们就这样 在叶婷的眼梯底下 传递逃跑近 杨嘉丽看着 她的背影里面心气 海哥你一定要看到消息 在祖王看着 她看照相喊 她的背影 不信 三位实质地说 你她一来你就赶着 给她送奶茶 她一走你就认认不论 杨阳你是不是起 叶婷一定是有点 受虐体质在身上 在她眼里 杨阳好像 看谁就是喜欢谁 结果就是被杨嘉丽一顿吓 胡说八道 叶婷 你为什么总要揣脱 我不是也给你买的吗 你还喝不喝都快凉了 杨嘉丽把奶茶递到 她面前喂她喝 要喝就赶紧一滴都不准胜 叶婷一整个心花怒放 她要喂我喝 杨嘉丽以为她不喝 又往前透了错 你到底喝不喝 你不是最讨厌 甜蜜的奶茶吗 看我怎么有惊 叶婷却一口气 把奶茶都喝完了 只要是你给的 我都写了 杨嘉丽有点震惊 她不是最讨厌 甜蜜的东西 另一边回到公司的照相台 不细检查这奶茶 在一块不细眼的地方 看到了信息 她嘴角上杨还挺哼 晚上杨嘉丽 看着桌子剩下奶茶 这个叶婷明明不爱喝奶茶 还偏偏要带回 等我走了 她会不会也这样 留着我的东西 她立马拍了拍脸 我这是在想什么 危险危险 现在应该想想 周五约定的时间 自己找出什么样的 理由出去 手机突然响 是李大理拉他们 邀请杨嘉丽 去参加周五的演讲 刚好是这周五 她正愁找不到理由出去 她慢慢滑碳的消息 他们提到了王阳 都怪她杨哥 才变成现在这样 现在李大 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她拔道相处 这可把李二气坏了 最后李大把活动时间 告诉了杨嘉丽 杨嘉丽看了消息 难得有机会找理由出去 刚准备说要去 就被叶婷把手机拖走 严肃地看着她 问在何时聊天 杨嘉丽又有些激动地跟她说 是李大和李二他们 这周五有网络运动 想让我去看他们聊理 叶婷看着手机里的消息 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 她直接拒绝了 自己晚上有个推不掉的应酬 杨嘉丽急了 站起跟她理论 你去应酬了 我去挽回这个情绪 可叶婷就是不服你 好不容易逃跑的机会 不许就这样扣 杨阳急了 给叶婷上了个人套餐 我身边都是你的保镖 还有我的手机 你也早就监控了 我在你面前 已经是透明了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眼神坚定地看着她叶婷 做音乐是我的梦子 我一直希望能看到观众 认可我做什么样子 虽然我现在暂时上不了台 但我不想做个新桌的发法 那是我的兴趣 叶婷看着她们坚定地眼神犹豫 杨嘉丽又开了拔 拉着叶婷的一脚就开始撒娇 我不上台也不留待 你就让我去吧 叶婷心软了 真是哪里能办 但是你要记住 这周就该给我拔货 好棒你要跟我 说喜欢我还是 你想好 杨嘉丽没有说谎 因为叶婷等不到她的答案 杨嘉丽软磨硬泡好走叶婷 才同意她去参加晚会 可叶婷更多的是好奇 她这次要怎么逃离她 她故意给她逃跑的契机 再亲手去打破 无疑是想告诉杨阳 她根本不可能逃出她的手掌心 往回当晚叶婷 给她准备了一套精致西装 宝宝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帅 给她整理衣服 叮嘱她早点回家 希望我回家的时候 你已经在床上等我 如果你不听话 我会惩罚你 但是你要是一直都很乖 我会对你很好 杨嘉丽想给她一个大臂钩 但还是忍住了理智地 说了一句知道 下车的时候 叶婷要轻轻 我都让你来看现场 你不表示表示 杨嘉丽惊呆了 但是这也可能是最后一份 毫不犹豫地亲了上去 杨阳去到了后台 给好久没有见面的 李大李二加油打气 李二激动地朝她扑了 却被叶婷安排的保镖拦住 说叶总交代了 不能跟别人有过多的接触 杨阳真是无语的 看得这么紧 我就跟他们说几句话 不说太久 他们这才让开 杨嘉丽开玩笑一样 叮嘱他们以后要好好的 说话做事要小心一点 要好好的练习 做好粉丝的保镖 李大听着有点怪 杨哥今天总说这句 很快听到主持人 说到他们上场 杨嘉丽则是让他们 好好表演 自己回到了观众性 看到他们的人 欺负的朋友也忘了 我也该拿回我的自由了 他瞥了一眼 坐在旁边 不动如山的保镖 一下眼计上身 说自己来的时候没吃药 现在好想不快 带我去洗手间 两人分工明确 一人去拿药 一人送他去洗手间 洗手间里保安 一直看着他 一步也不离他 杨嘉丽捂着嘴 说自己忍不住 冲进厕所就不能停止 还好外面的保安 他后没有发现异常 打开马桶 看着看见老早 就准备好行 发生蜘蛛下开始攒约 另外一个机灵一体的 保镖回来一听 他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更感大事不妙 蠢货还敲什么门 还不快把门撞开 杨嘉丽集中生智 直接放开 楼下的车 早就已经等着接他 这一次谁也不能再挡 我一定会自由的一定会 关上车门的那一刻 杨嘉丽终于抓住自由的我 半小时候 他来到了赵上海公司 杨洋激动的感谢 他帮了自己那么多 海哥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说 还是等你真的逃出去之后再谢我 会场人太多为了演员而言 我安排了第二辆车来接你 当说完电话就响 他们还以为是来接他的司机 已经到位了 可接起电话就没了 是叶婷他追来了还这么久 直接就已经躲在了门下 一向拨拦不惊的人 这会也有点忍不住 电话那头问说要给他们上来了 海哥说拦住他们就挂了电话 听到叶婷已经追来的杨洋 一屁蹲坐在了地上 怎么这么快就追来 赵上海摇摇头 脑门上也发了汗 整个人陷在震惊之中难以自拔 不可能的 那司机是老手 不会轻易被跟踪暴露 而且叶婷就算是立刻联系局子 调监控找路线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过来 他看着杨嘉丽身上挺像不凡的西装 呼得眯了眼 你这套衣服 是的新款吧 杨嘉丽扯了扯衣服 这个 是 你买的吗 杨嘉丽摇摇头 我买不起这么奢侈的牌 是叶婷塔 杨嘉丽呼得瞪圆了眼睛 煞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好像抓到了什么关键 赵上海冷了声音 急切到 衣服脱下来 我看看 杨嘉丽迅速脱了外套 赵上海翻遍了口袋 一个物品突然掉落 抓出了一枚小小的 薄如卡片的小黑块 赵上海冷笑着 咬着牙一字一顿 微型定位器 杨嘉丽看着那枚东西 他忽然什么都明白了 他和赵上海 没有掌控全局 叶婷始终是最精明的猎手 杨嘉丽浑身僵直 大颗大颗的汗珠子 往地上掉 赵上海死死盯着手里 那枚微型定位器 用最后一丝冷静 强压住震害思考着 这么一想 他呼得像是抓到了什么 眼神猛然变得凌厉 他抓着杨嘉丽 直指休息间的方向 进休息室 柜子后面有个储藏用的小按键 你先去躲着 千万别出声 快 紧急关头 杨嘉丽也不啰嗦 剑步跑入休息室内 眼见着休息室的门关上 赵上海深吸一口气 强坐平静 按下内线电话的钮 王助 进来一趟 王助理很快硬了 推门而入 赵上海拍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 你帮我去两条街外的那家店 买两倍黑卡 等会儿你下楼的时候 千万别走楼梯 坐直梯 赵上海手指夹住 王助理西装口袋的边缘 手指一松 微型定位器 无声地落进口袋 在公司里的时候 腿脚放慢些 一旦出了公司 就给我撒鸭子跑 明白吗 王助理走后不久 办公室的门 被砰一声打开 叶婷因着脸 走进办公室内 身后跟了不少的保镖 他眼睛催了冰一般刺人 犹如闻着血腥的猛兽 已经亮出了锋利的獠牙 到了暴力的边缘 赵上海毫不畏惧地 抬头对上叶婷的目光 笑道 叶总 别来无恙 叶婷漫步行至赵上海跟前 笑了笑 一伸手 狠揪住了赵上海的领带 他声音悠冷地叫人惊惧 赵上海 我警告过你的 离我的宝贝远一点 你不听劝 那就别怪我 下手太狠 赵上海皱着眉 强装镇定 你的宝贝 杨嘉丽吗 我不知道 叶婷呵地笑了声 松开赵上海的领带 这时候还在跟我装傻 他在办公室里踱步 冷嗖嗖道 你比我想得倒是有骨气血 就是不知道 如果我在你这里 把藏着的人抓到了 你还有没有胆子 这样跟我说话呢 他笑容冷淡下来 挥了挥手 愣着干什么 找人 赵上海这下怒了 哼得一拍桌子 叶婷 这是我的办公室 叶婷勾了勾唇脚 懒得理会 余光一瞄 贴见紧闭的休息室门 叶婷迈开大步 走到休息室前 一按门罢 打开了 休息室里没开灯 昏暗无光 叶婷首先打开了衣柜 没看到人 他眯了眯眼睛 又立刻转身 把床上的被子掀开 下边也没藏着人 保镖匆匆忙忙跑进来 小声说 叶总 没找着杨先生 叶婷愣了愣 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一般 咬牙切齿道 你确定 正在这时 又一个保镖匆匆进入 把发亮的平板 递到叶婷眼前 凝重道 叶总 您看 杨先生的定位点变了 叶婷眼神一立 低头看了眼实施定位 叶婷冷笑一声 说 难怪他这么有底气 原来又把人放走了 狠狠地砸了墙壁 叶婷带人下楼抓人 离开赵向海办公室前 叶婷忽然转过身 空荡荡又光线幽暗的办公室里 叶婷眼神深冷地盯着赵向海 很觉得警告 饶是赵向海沉稳至此 被叶婷用这样害人的眼神看着 也煞是觉得 像进入了二月的冰水中 脚底发虚 浑身发冷 赵向海一直站在原地 等到听不见那阵脚步声后 他连忙奔到休息室门前 打开储物小暗间的门 杨家丽像只小猫一样 杨家丽深深吸了一口 胸口大力起伏着 他走了 来不及多说 赵向海把他拉过来 匆匆忙忙把几样东西塞到他手里 眼睛里光芒凌厉急切 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穿过走道 从货物运输梯下去 一直下到地下层 后门接应你的车道 什么都别多问 上车 会有人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赵向海没给杨家丽再犹豫的机会 他猛地把杨家丽推了出去 走 杨家丽也知道 不能在这时候拖拖拉拉 一旦他这次跑不成 他和赵向海 都得被叶婷这条疯狗撕咬不休 揣着东西披着外套 杨家丽一刻都不耽搁 进了货运梯 王助理从服务员小妹手里接过咖啡 他整整齐齐地 把两杯咖啡马进袋子里 哼着小曲走出店门 后头忽然传来一阵骚动 不过王助理并没有理会 后头突如其来的一股 力道狗吃屎似的狼狈按倒了他 王助理惊慌叫嚷 是谁 你们干什么的 追上来的保镖 见着眼前这人竟然不是杨家丽 一时都傻眼了 叶婷晚了几秒赶上来 他瞧见王助理的脸 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他被耍了 赵向海 在他眼皮底子下 玩了一招偷天换日 声东击西 杨家丽脸声摒弃地到了地下层 他警惕地瞧了乔周围的环境 没发现有叶婷的人看守 撒丫子就往后门跑 后门停着辆车 后座的车门是开着的 杨家丽眼睛一亮 直直窜了进去 砰一声甩上车门 司机坐在前头 声音低沉如鼓 杨先生 杨家丽喘得粗气 是我 司机笑了 半张脸浸在黑暗里 说 系好安全带 却遇见了刚好回来的叶婷 杨家丽只能挡着头 用帽子遮住自己的脸 祈祷看不见他 歇下来才发现 自己身上穿的衬衣 早就被汗浸透了 湿漉漉的一片黏腻 他干涩地喉咙咽了一下 想说话 却发现自己实在是累到续发 嘴角偷偷摸摸地勾了一下 他不是宠物了 他自由了 叶婷重重地推开赵向海的办公室门 赵向海一身白色修身的衬衫 从心里的起整的领口和领带 金丝边眼睛后头的一双 俊逸精明的眼眸 带着点点笑意 他半平静半吃笑地说 叶总怎么又回来了 我这真没藏的人 叶婷一步步走到赵向海面前 伸手扯松了自己的黑领带 赵向海还没开口 叶婷就笑了一声 一伸手 凶狠的拳头朝着赵向海的脸直直砸去 赵向海毫无防备地被叶婷砸了一拳 他往后狼狈地裂起两下 险些没站住 鼻梁上架着的金丝边眼镜 因为叶婷的力道 被砸得飞了出去 掉在地上 赵向海抬起眼 眼里迅速凝聚了火气 叶婷浑身带上了撕破脸的气势 赵向海刚站稳脚跟 他第二拳就直直追砸过去 叶婷死死攥住赵向海的领口 眼睛发红 犹如被激怒的凶兽 煞气满身 赵向海有种感觉 在某个瞬间 叶婷或许真的动了杀意 难怪杨家丽一心逃离你 赵向海挑起眼角 冷笑 果然是条指挥张嘴咬人的疯狗 赵向海像是瞄准了叶婷防备疏松的空档 忽然一个拳头也回击过去 砸在叶婷肚子上 叶婷点点头 齿骨捏得咯咯想 赵向海 你找死 两个都算是有头有脸的大老板扭打开来 保镖们处在周围 看着自家老板和赵向海撕打的场面 一时都傻眼了 叶婷的眼神依旧沉冷似冰湖 凶煞骇人 赵向海 你干的事 你好好记着 敢从我手上把我的宝贝抢走 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说完 叶婷扭过头 大步离开 地上捡起金丝边眼镜 赵向海擦了擦上头的灰尘 重新戴上 镜片后头的眼眸 在短暂的风暴过后 又回归镇定和理智 叶婷纵使残暴 但咬不咬地动他 这块硬骨头 还难说呢 车子过了国道 一路平稳 他咽了咽干涩的喉咙 问前头还在开车的司机 书 到地方了吗 不远处 有块硕大的刻字时 上头红七交了六个字 金元休闲山庄 他还没闹明白 这是什么地方 只看见不远处 有个男人在朝着他这边跑 边跑边兴奋地喊 小杨 这边 过来过来 总觉得像在哪里见过 小杨 你终于到了 这男人跑到杨嘉丽跟前 眼里带了笑 天然而然 一股亲密态度 杨嘉丽眨了眨眼 还没反应过来 眼前这人到底是谁呢 这人就拍了拍杨嘉丽的肩膀 爽朗道 不记得我 再仔细看看 你要真不记得我了 我可是会失望的 杨嘉丽瞧着他的长相 半傻 终于从模糊的记忆里头 钻出了些东西 你不就是 大一大二的时候 住在隔壁寝室的那个刘 刘 刘勋 对对对 刘勋 杨嘉丽眼睛亮了 我现在想起来了 大一大二 你老来我们寝室 蹭我的零食吃来着 我记得你 不过从大三开始 叶婷不知出于什么缘由 强拽着杨嘉丽到校外租房 过上了二人世界 自此 杨嘉丽和刘勋 也渐渐见不上面 自然就淡忘了 杨嘉丽笑容灿烂了些 勋哥 你怎么在这呢 刘勋说 是海哥让我在这接应你的 看着杨嘉丽疑惑的眼神 刘勋接着解释道 我跟海哥之前 一块合作投资过几个项目认识的 也聊过天 知道咱俩是大学校友 次你出事后 海哥就私下联系了我 说能不能借我的地方 来把你藏一段时间 正好我这 有个新开不久的休闲山庄呢 刚好让你来避避 放心 我这地方绝对安全隐蔽 不会被人发现的 杨嘉丽这才放下心来 叶婷用足了人手 仔仔细细找了几天 他搜索了所有杨嘉丽 可能藏身的地点 调取相关监控排查车辆 但附近来往的车辆太多 国道的车流更是密集 找了好几天 半点进展也没有 杨嘉丽就像是插着翅膀飞了 无影无踪 叶婷这几天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脾气也焦躁至极 沉默了会儿 发动车子开往赵向海的家 敲开赵向海家的门 只有赵向海和他女儿在家 女儿听见门铃声 立马跑去开门 叶婷毫不客气地走了进去 碍于赵向海他女儿在屋子里 他倒也没立刻发难 赵向海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蹲下身对女儿说 乐乐 大爸爸有事要谈 你先回房间 把这星期的周际完成了 晚上大爸爸检查 好吗 乐乐怯色地看了 仿佛煞神一般的叶婷一眼 又看了看赵向海 乖乖地点了头 等女儿走了 赵向海在沙发上坐下 找我干什么 叶婷嗓音森冷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他在哪里 赵向海给自己倒了杯茶 慢声道 我说了 我不知道 揍住了赵向海衬衫的领口 赵向海 你他妈的不要给脸不要脸 找不到杨嘉丽的焦躁 彻底焚尽了叶婷的耐心 要是现在动手 能逼他说出杨嘉丽的下落 叶婷觉得 自己会毫不犹豫地 扭断赵向海的骨头 别以为我真奈何你不得 我是给萧野面子 对你客气点 否则就你手头 那么几家公司 那么点势力 你还真觉得自己有资本 和我斗了 赵向海脸色也冷肃起来 你想怎么样 叶婷还没开口说话 只听身后有开门声响起 刚从公司回来的萧野 看着客厅的人 挑了挑眉 叶婷 你怎么在这儿 叶婷余光扫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 勉强松开了赵向海的领口 他没有即刻回答萧野的问话 从旁取过一叠随身带着的文件 重重拍在赵向海面前 三天后 再不把人给我 这个项目 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赔得干干净净 倒是萧野已经站不住了 插到赵向海和叶婷中间 皱着没问 到底怎么回事 问你老婆吧 叶婷勾着唇角讽笑 凉嗖嗖地看了萧野一眼 萧 好好管一管你老婆 别自己的那笔烂账 都还没算清楚 就把手伸到外头去 叶婷走了 留下面面相觑的赵向海和萧野 萧野脸色不悦 你把叶婷的人抢走了 赵向海看了他一眼 默默去了厨房 脱了外套 未免白衬衫自建上污渍 他又动作熟忍地 从旁取过围裙计上 起锅烧油做饭 萧野看他这副模样 就不耐烦起来 我问你话 赵向海平静道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不要插手 萧野加重了语气 我不管这事怎么样 叶婷既然找到家里来了 你也别折腾 人家的事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他要他的人 你抓紧把人还给他 赵向海呛锅的动作顿了顿 我说了 不需要你管 我在做我觉得对的事情 乐乐还在房间里做作业 你去问问他 晚上吃饭还是喝粥 萧野择了一声 极其烦躁 他解开领带就丢在地上 大吼道 脾气能不能改了 以前好好的 现在跟你说话 怎么这么费劲 赵向海也怒道那就别说 萧野冷了脸 赵向海 你什么意思啊 不想过了事吗 赵向海停下手 面朝萧野 冷肃道 你从进门开始 就一直站在夜亭那边 你没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萧野 你跟夜亭还真是铁打的兄弟 一条疯狗 一条纯狗 一根绳上的蚂蚱 都一样的烂脾气 扎作 萧野眯了眯眼 厨房的气氛 一瞬间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两个人正冷冷对峙 外头呼得响起正哭声 乐乐抹着眼泪 从门框旁钻出个脑袋 赵向海一见女儿吓哭了 心急刻就软了 他关了火 忙招呼着乐乐 钻到自己怀里来 摸摸他的脑袋 乐乐不哭 没事的 大爸爸二爸爸又吵架 乐乐抽烟 不要吵架 我不要你们吵架 赵向海把女儿抱紧了 心口疼色 半赏 他把乐乐抱起来 越过萧野 留下句话 晚饭不做了 我和乐乐出去吃 萧野一个人站在屋子里 咬了咬牙 好半天 脾气暴躁地抽起自己的外头 不懈道 不做就不做 当谁稀罕在家里 看你摆着个臭脸呢 说完 他踢了一下椅子 砰的一声 停响 叶婷回到杨家丽住过的那栋出租楼 走进楼道 恰好碰上从外头回来的蓝天 蓝天一瞧见 叶婷就头皮发麻 叶总 真巧 叶婷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连嘴都懒得张 开门之际 叶婷忽然转过头 沉着声音问 杨家丽和你联系过没有 蓝天瑟瑟回答 没有 我一点信都没收到 蓝天在那里 一个人小声嘟囔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杨阳一个人在外头也不安全 病还没好呢 要是哪天突然犯了抑郁了 可怎么好 叶婷脸一黑 胸口像是被爆插了饼剑 又酸又痛又闷 蓝天的声音悠悠飘来 听说抑郁症病人 快下庭了 他快步走到蓝天跟前 狠攥着蓝天手臂 别他妈说这种话 不许咒他 蓝天被吓得善善收了声 打开门 看着叶婷走远了 蓝天吐了吐舌头 我才没咒他呢 把他逼成这样的 还不是你的功劳最大 杨阳离了你病才会好 才会更开心 你自己玩泥巴去吧 叶婷眸色一力 视线射过去的时候 蓝天看看关上了门 速度比乌龟缩头还快 叶婷呼吸略紊乱地进了屋 他心口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喘不上气 叶婷头痛欲裂 闭上眼睛 在睁开时 看到了地上的小羊毛 他狠狠地抓起那只小羊 捏得止骨发响 指甲泛白 好半天 他终于沉下气 面色附了冰霜 恨恨地把小羊丢进了垃圾桶 蓝天刺了叶婷一顿 心里挺乐呵 突然背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他扭头一看 蓝天被他吓着了 结巴道 你你你怎么在这 这是我 阮燕婷淡淡地嗡了一声 我想进 自然有办法进 他扭过头看了蓝天一眼 唇角微微勾起 再说了 你什么地方我没进去过 那么惊讶做什么 蓝天 听不懂听不懂 阮燕婷叹了口气 似是有些无奈 皮够了吗 皮够了的话 收拾行李 跟我回去 蓝天很生 你给我听明白了 爸爸现在骨头硬得很 就算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就算从这 从楼上跳下去 就算我饿死冻死在街边野巷子里 我也绝对 绝对 不会跟你回去 没有任何可能性 他站起身 走到门边时又回了头 装作遗憾道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本来还想 要是你跟我回去 我就同意你养猫 而且还同意你养三只 一只梨花 一只布偶 一只鲜罗 蓝天本来气哼哼的身子 听到这话 呼得颤了一下 蓝天试探的声音飘了过来 你说真的 蓝天这边乐呵滋润 隔壁的叶婷 心情就没那么好了 叶婷在书房待到深夜 找到杨先生的线索 挂了电话 叶婷心情极差 胸腔里像是梗了根刺 焦躁得很 就连晚上睡觉做梦都不踏实 叶婷在梦里见到了杨嘉丽 他当机立断 用麻绳死死捆住了杨嘉丽的手脚 这个梦还没结束 叶婷又看见杨嘉丽 钻在黑漆漆的角落里 抑郁又犯了 呼吸困难 脸色惨白 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杨嘉丽 没入黑暗中 叶婷被这些梦生生吓醒了 他坐在床上 大口喘气 一摸额头 满手的冷汗 叶婷再不客气 对赵向海的投资项目 发起了报复性攻击 杨嘉丽难得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刘勋这个山庄 实在是设备齐全 处处都是赏玩的好地方 他打开网页 在搜索界面 试探性地敲了赵向海公司的名字 杨嘉丽看着屏幕上那一串串搜出来的信息 都是近几天的 基本上没什么好事 全是各种账面被查 某项目停摆 某分公司资金冻结一类 旁人或许对这些不敏感 可杨嘉丽一看便有强烈的直觉 这绝对是叶婷干的 叶婷在报复 他抬起头 有些忧心地对刘勋说 勋哥 我能给外头打个电话吗 刘勋脸色严肃了 这不行 打电话容易暴露你的行踪 别说你了 这几天我都不敢给海哥报信 就怕被你 那位嗅到蛛丝马迹 杨嘉丽拧了眉头 心事重重 刘勋看着他这副模样 镜子沉思了会儿 把一只崭新的手机 递给杨嘉丽 你可以用这只手机 给外头打电话 我让专业人士做了手脚 弄了个模拟号段 虚拟基站定位 应该不会被找到 杨嘉丽充满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接过手机 杨嘉丽迅速输入赵向海的号码 手指却停留在拨出键上 像是在犹豫 半晌 他呼得又把这串数字都删了 刘勋好奇地问他 不打给海哥 你打给谁 杨嘉丽眼色泛冷 面容变得微微严肃 凭着呼吸 输入了叶婷的号码 拨出 杨嘉丽捧着手机 满身紧绷地想着 该怎么和叶婷说 叶婷本想挂断 可盯着那串号码 鬼使神差似地按了接通 他把手机放在耳边 哪位 电话那边没出声 只有清浅的呼吸 起起伏伏 叶婷没听到电话那边的人说话 你们没 正烦躁着 里头念头一闪 眼中煞事间染上一抹很利神色 就连嗓音都悠冷起来 他咬牙切齿 杨嘉丽 杨嘉丽终于开口了 是我 叶婷听到她的声音 呼吸都停顿了几秒 她哑着嗓子 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 逃跑的游戏玩得开心吗 杨嘉丽在电话里说道 摆脱你这条疯狗的控制 很开心 叶婷哽了口气 沉了声音 你人在哪里 杨嘉丽皆莫不言 叶婷深吸了口气 语气中威胁的意味更深重 她冷笑道 第一次你逃跑 我宽宏大量 没和你计较半分 结果你还敢勾结别的男人逃跑 宝宝 你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知道吗 她转了声调 有些劝诱的说 别有什么侥幸心理 我迟早会找到你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 立刻告诉我你人在哪 我开车去接你 别等到我亲自抓到你了 再来跟我求饶卖乖 杨嘉丽冷声道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不是想听你说这些屁话的 杨嘉丽捏着拳头 声音里不自觉地带了份恼火 海哥公司发生的那些事 是不是都是你在背后操盘下手 是你吧 叶婷也没想瞒她 是 你他妈疯了 杨嘉丽忍不住抱了粗口 我要逃是我的事 是我受不了你这条疯狗了 你对着别人汪汪乱废个鬼呢 叶婷喝得笑了声 是她在暗中帮你逃跑 我怎么不能报复了 宝宝 不妨告诉你 我不但要弄她 我还想弄死她 让她彻底垮胎 只要你一天不回来 我就一天都不让她们喘口气 所以 你不打算放过她们和我 对吗 叶婷咬牙冷笑 森然残暴 宝宝 我这么喜欢你 怎么舍得放手呢 杨嘉丽像是失望了 肩默半赏 轻声说 既然你执意要攻击海哥 那我不想跟你接着说话了 挂了 叶婷一愣 迅速拧起眉头训斥 不许挂 我还没说完 我 话还没说完 那头就响起了机械的嘟嘟声 叶婷连为了几声 放下手机 对着那个号码 急忙又拨了出去 可是刚才还能接通的号码 这次叶婷打过去 却只能听到人工提示 对不起 宁波打的号码是空号 他叫来了分管财务的副总 让他代为主持 自己忙回了办公室 让助理联系了集团旗下一公司里的一位高级网络工程师叶婷 把号码发了过去 狠声叮嘱 把这个号码锁在地查出来 马上 工程师声音诺诺 道 叶总 不是我不想帮您查 单就这个号码 查不了 叶婷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回事 这个号码是虚拟号段 在虚拟基站上做了手脚 抹去了定位 也就是说 持有这个号码的人 只要一拨出来 虚拟的基站会立刻为其跳转 生成一串假号 归属地也是全国随机 我无法通过这么一个尾号识别定位 抱歉 叶婷的脊背僵硬了 他反反复复地看着这个通话时长不到三分钟的电话 也就是说 他目前唯一能和杨阳联系上的机会 就这么被他用恐吓和威胁给掐断浪费了 叶婷傻眼了 叶婷闭上了眼睛 牙关咬紧 太阳穴崩地发酸 半上 他才深吸一口气 问 那如果我还想联系他呢 目前您没办法主动联系 工程师越说声音越低 叶婷冷笑 也就是说 我完全没有主动权 只有他能打过来 我却打不过去 我只能等着他主动来电话 才能和他说上话 对吗 工程师附和 您说得太对了 点燃第四根烟 叶婷捏着打火机 心里有头狂躁的猛兽在撕咬 他却毫无办法 方才那个电话 他还以为就能借此 把杨嘉丽藏身的贼窝给翻过来 所以不慎在意 只顾着一味的威胁 想让他服软听话 可挂了电话至今 他才发现 他想说的 一句都没说出来 因为弥散 呛尽肺 叶婷咳嗽一声 眼眶里冒了红血丝 刘勋带着杨嘉丽 去了温泉浴场 这季节客流少 刘勋一挥手 包了一整个汤匙 杨嘉丽走到池子边 坐下来 脚趾刚进进水里 就被啄了一下 刘勋看他这机灵模样 哈哈大笑着 呼了把水往杨嘉丽身上洒 热乎乎地嚷 怎么着 还嫌烫 下来吧杨阳 泡一会儿就习惯了 舒服着呢 你再不下来 我可抱你下去了呀 别别别 你别动我 我自己下 杨嘉丽双手撑在池子边 慢慢悠悠地 把自己进进了水里 脚一踏上池底 他就经不住 浑身哆嗦一下 额头沁汗 脸颊被热地冒了红 刘勋原本笑呵呵的 瞧见杨嘉丽 瘦削白皙的上身 笑容忽然凝了凝 眼底暗了三分 刘勋眨眨眼 笑道 你好看 以前我就觉得你帅 杨嘉丽被刘勋 这番话说得骚了 尴尬地挠挠头 勋哥 你大学两年 光我知道的 你就谈了两任女朋友 还个个都是 黑肠直大胸脯 你是直男 我是爷们 你可别开玩笑了 怪不好意思的 好半天 用极低的声音悄悄道 万一 不是纯直呢 他正泡得爽 被透明膜带套着的 手机震响了 刘勋拿起电话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他皱着眉头接通 那边却传来了 赵向海的声音 赵向海笑了笑 是我 杨嘉丽呢 他在你身边吗 刘勋说道 在呢 你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赵向海笑着安抚几句 又问了杨嘉丽近况 确认他在刘勋那边 过得还不错 这才悠悠开口道 你给叶婷打过电话了是吗 杨嘉丽点了头 对 设备是处理过的 不会暴露行踪 我就想打电话 让叶婷别像条疯狗似的 逮着人就攀咬 闹得鸡犬不明的 想起叶婷电话里的那些话 杨嘉丽冷了眼色 还能说什么 一开口就是威胁 说给我最后期限 让我回去 不然就要加大火力 攻击你和其他人 赵向海笑了 听起来心情倒还轻松 你别被他吓着 安安心心待在山庄里 他至少没那么快 能找到你的踪迹 你也别担心我 我既然敢这么做 赵向海淡淡嗡了一声 又嘱咐 你要是什么时候有心情了 再给叶婷打个电话 他现在 想让你给他打电话想疯了 都威胁到我头上来了 杨嘉丽看着水面圈圈涟漪 我有些烦闷 我跟他没法交流 他一开口就是那个偏激的样子 语气里 那股把人当成宠物式的控制欲 听得我怪难受 沉默几秒 杨嘉丽叹了口气 等我缓过劲了 再打给他吧 叶婷从不是个 对手机有瘾的人 但这两天 就连秘书都发现了 叶婷一反常态地 频繁查看手机 秘书进办公室 送杯咖啡的功夫 能看到叶婷查三次手机 叶婷拿手机放在眼前一看 是个崭新的号码 归属地贵州 和第一次一样 被手机自动识别 标记为广告骚扰 他呼吸顿时紧了 喉咙发干 他忙不迭站起身 和其他人笑着说 我接个电话 试配一会儿 迅速按了接通 强压着汹涌的情绪 把手机放到耳边 是个女生 叶婷刚皱起眉头 只听那边打快板式的 就说开了 喂 先生您好 我们这里呢是贵州酒厂 恭喜您被抽取为 全国幸运用户 原价一千元的茅台原浆 只需要一百九十九 叶婷 他妈的 叶婷应酬结束 在公馆门口 又碰到了赵向海 叶婷扫了他一眼 眯眼道 你给杨嘉丽打过电话没有 叶婷说话的语气 戾气倒没前些日子那么重了 赵向海抬眸 哑然看了他一眼 哼笑 他不乐意跟你待着 要他主动打电话给你 恐怕只能等他自己 缓过进来再说了 叶婷冷笑了声 毫不客气地回击 你好歹是个老总 怎么别人家的事 管得这么勤快 杨嘉丽不乐意待在我身边 你以为 萧也现在乐意跟你待着吗 他已经多久没回合 你的那个家了 你自己不清楚吗 赵向海心事被说中 脸色极客黑了 赵向海攥着拳 强压心绪 平静道 我的家是 轮不着叶总操心 萧也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回家 就算回家 也只是送乐乐回去 待一会儿就走了 方才在应酬酒桌上 就有个老总旁敲侧击 半见半讽的低声说了句 赵总最近可得把萧总看好了 萧总人年轻英俊又多惊 身边的诱惑一茬接着一茬 叶婷坐回车上 车子稳稳发动起来 他靠在后座 心里头一直有一簇火在烧 脑子里来来回回转的 都是杨嘉丽的嗓音 手机正响 是个陌生电话 叶婷皱了皱眉 还是接了起来 不出意外 还听了一会儿 这几天 骗子们可能是嗅到 有发展获利的可能 犹如马皇筍血 飞黄见到 叶婷接到的陌生诈骗电话 陡然多了起来 可如今 知道杨嘉丽打来的电话 或许就会混在其中 叶婷就是不想接 也得接 车子把叶婷送回了租屋 叶婷冷着脸下车进了租屋 空荡荡的 一点活人气都没有 叶婷忽然想到 杨嘉丽当初还住在这里的时候 这里的气氛不是这样的 杨嘉丽就算不开心不痛快 也会想办法 让自己舒心些 她有时会进厨房烙饼 油间的滋滋响 有时会趴在阳台上 给花草浇浇水 学着修剪 实在无聊透了 她就躺在满地的小羊公仔上 翻来滚去 长嘘短叹 叶婷每次回家看到她 心口都会莫名温软起来 就想着 能把人这样放在身边一辈子 她要什么就给她 只好好好待着 也不错 她默默走进客厅 半跪在垃圾桶前 喉咙发色 她犹豫又纠结着 从垃圾桶里 捡出了一只脏兮兮的小羊公仔 叶婷看着小羊 那更久不变的缝线笑容 半声 只轻轻叹了口气 用几乎没人听见的嗓音说了句 宝宝 回来吧 我这次对你好一点 旁边的手机又嗡嗡正响了 叶婷已经被骚扰电话磨得没劲 她看了眼 陌生号码 归属地贵州 估计又是该死的酒厂 她冷应着脸接起电话 开口就是强横地吃喝 再打电话来骚扰 我让你这破酒厂 吃不了兜着走 滚 滚远些 电话那头没声音 半嗓 才听到杨家丽沙哑地说 好 那以后不会打电话骚扰你了 我挂了 叶婷心口猛地一揪 这才反应过来 这次她妈不是骚扰电话 是她就差把屏幕瞪出窟窿 千磨万盼等来的杨家丽的电话 她情绪煞事失控 碰地拍着桌子站起来 双眼圆瞪 手都在发抖 声音瞬间拔高 不不不 不许挂 杨洋 不许挂 杨家丽想了想 还是没挂电话 只不过在开口 语气却显得生硬起来 不是你咬牙切齿说 要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别再来骚扰你 让我滚远点的是你 现在不让我挂电话的也是你 你这人也是奇了怪了 叶婷嗓子发干 沙哑道 我刚才不是在说你 杨家丽淡淡地呕了一声 所以你折腾这么久 逼我给你打电话 现在我打过来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好半天 叶婷才咽了咽喉结 轻声问 最近 过得好不好 杨家丽打得爽快 吃得饱睡得香 提前开启养猪 养生模式 还不错 叶婷光是听杨家丽语气里 这轻松劲 就知道她过得确实不错 确定杨家丽过得好 叶婷稍稍放了心 可内心深处 却又悄悄冒出些酸涩和不甘来 杨家丽如今所有的快乐 都不是她给的 叶婷嗓音低沉 听不出情绪波澜 你不肯把地址告诉我 好 只要你不挂断电话 我先不必问你了 但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你 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安不安全 条件怎么样 杨家丽对她这种似有若无的打探 无法不警惕 饶视叶婷反复追问 杨家丽也只是唐色的回应 条件很好 你不需要担心 叶婷知道撬不出什么 只好放弃 叶婷哑着声音 苦笑着问了句 你是不是真不打算回来了 我费尽千辛万苦 才逃成功了一回 没比西天取经轻松多少 你觉得我会自投罗网 接着回到那个监狱里 过着被你囚禁 被你控制的 连说句话都得小心翼翼的日子吗 叶婷听着杨家丽平静的声音 心里一阵一阵的难受贩毒 她小声问 杨阳 你还有一点点喜欢我吗 杨家丽忽然失了声 好半天 才轻哼一声 我不想说这个 你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那这个电话就到这儿吧 我挂了 再见 不要 先不要挂 叶婷一下子慌了 费了那么大劲才和杨家丽通这么一个电话 她哪里舍得就这么挂断 你至少告诉我 你下次会在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杨家丽这才叹了口气 好 如果你什么时候不针对海哥了 撤掉你那些无聊的报复攻击 那么我下周五晚上会给你打一次电话 叶婷还不满足 你既然暂时不愿意回来 那以后每个周五都打个电话给我 行不行 杨家丽无奈 知道了 叶婷一口气还没来得急晕回胸膛 只听杨家丽那边呼得响起个模糊的男声 听语气还挺兴奋 杨阳 那池子我还包着呢 今晚再去泡个温泉吧 我等你换衣服 叶婷眼睛煞事瞪大了 眸子里立光闪烁 语气也阴沉了下来 和你说话的是谁 杨家丽懒得回答叶婷这个问题 直接挂断了电话 叶婷听到电话那头嘟嘟嘟的机械音 猛地咬紧了牙关 她分明听到那人话语中的热情和亲密 甚至还招呼着杨家丽一起泡温泉 叶婷看着屏幕上那个刚挂断的通话 心里有无数的情绪翻涌 当她看见亮着的手机屏幕上出现的杨家丽的那张笑脸时 恍惚间 心里好像被挖空了一块 空荡荡的 又色又疼 办公室内 叶婷现在心根本静不下来 她满脑子都是杨家丽 秘书等了十来分钟 看见叶婷还没搭理她 指得弱弱出声 叶总 叶婷这才抬了头 眼色锋利如阴损 什么事 需要您签字的文件 您过目 秘书把几叠资料放到叶婷桌上 秘书小心翼翼地问 是不是要加大力度 继续堵死他们的路 叶婷镜字闭目沉思了会儿 柔了柔情名学 略有些不甘地说 都撤了吧 事情到了现如今 咬死了赵向海 已然意义不大 只是为了泄粉 但如果放弃对赵向海下手 能让杨家丽每周心甘情愿主动打电话联系她 让她能和杨家丽说上一次话 那么放弃报复 倒也不是不可以 叶婷靠在椅子上 扶着额头皱了好半天的眉 这才刚结束和杨家丽的通话 她就又开始想听她的声音了 临近下班的点 叶婷打了电话给赵向海 叶婷悠冷道 我今天就是来警告你 赵向海疑惑地问道 警告我什么 叶婷深吸了口气 杨家丽现在逃得远 也不想回来 好 我可以暂时允许她在外头待一阵子 但是赵向海 你给我记清楚了 第一 要是杨家丽在这期间受什么伤有什么委屈 我一一找你算账 赵向海冷笑 杨家丽受过最大的委屈 就是来自于你 放心 没有你 她会很开心 叶婷心口一揪 到底还是克制了 叶婷接到了萧也的电话 萧也约她打拳 叶婷心里正堵了一枪的火气没消呢 也就硬了 她让司机去家里取了打拳的用具 送她到了一家他们长区的私人拳馆 拳馆属于高级会员制 平时来客较少 训练氛围良好 环境也不错 叶婷在更衣室换了身着装 拿上自己的私藏拳套 进了练拳驱使 看到萧也正满身淋漓大汗 对这个沙袋打得痛快 她身边还站了个看上去偏瘦弱的男孩 白皙 长得不错 叶婷皱了皱眉 总觉得这男孩有些眼熟 印象里好像是什么演员明星 叶婷拎着拳套走到萧也跟前 那男孩倒是笑眯眯的先出了声 叶总 您好 我是萧总的朋友 我幸福 我特别喜欢拳击这项运动 打拳的男人特别帅 萧总说要来练练拳 我就求着他带我来看看 顺便教教我 叶婷勾了勾唇脚 带着厚重拳套的拳头 对着碰了碰 吃笑 挺好 喜欢拳击 不如我教你两招吧 来 接住我这一拳试试 他挥起一个勾拳 猛击而出 那男孩煞食脸都下白了 连连后退 被脚下东西一半 一屁股狼狈坐在地上 萧也皱了皱眉 朝那男孩扬了扬下巴 你出去吧 男孩站起身拍拍屁股 忙不迭地走了 萧也把毛巾挂在脖子后头 拧紧瓶盖 道 就一嘴甜爱显摆的 你捉弄 他干什么 叶婷登上拳台 看他不顺眼 怎么 跟赵向海过了七年日子 终于腻歪了 想得在外头尝尝新鲜的 不是 萧也一跃也跟着跳上拳台 我就是瞧着挺有意思 叶婷又问他 赵向海知道吗 萧也听到这话 整理拳套的动作顿了顿 半晌 指门声说 不需要让他知道 叶婷愣了一声 没再说别的 哥俩痛痛快快打了场拳 两个人下了拳台 洗澡换了身衣服 到顶楼的包厢喝酒 倒酒完毕 萧也下巴朝着叶婷 示意了一下这男生 笑着调侃 像不像 叶婷停静地拿过酒杯 像什么 像你家小杨杨呀 萧也双腿交叠 晃了晃杯中酒 你还没把人抓回来 叶婷皱了眉 一仰头 闷了杯酒入喉 萧也轻飘飘地说 他这么用尽地逃 那就让他逃吧 哪不能找着这样的 还非他不可了吗 干脆直接收手 他也痛快 你也痛快 叶婷缓缓放下酒杯 眼神却乌深了些 不 如果哪天 赵向海逃了 不对 不能说逃 应该是哪天 赵向海要从你身边离开 怎么都不肯再跟你待一块了 你会就选择收手 这么算了 给彼此个痛快吗 萧也正了正 显然从未想过这样的问题 好半天 他才咳嗽一声 低声道 我跟赵向海七年了 他不可能走 叶婷笑了笑 我也是 赵向海下班后 中途接了个电话 王助理在电话里通报了几件公事 说是叶婷那边的限制 已经撤光了 资金也开始回流 项目目前重组进展情况良好 王助理讲完这几件事后 忽然迟疑几秒 还有一个事情 王助理支支吾吾道 今天看到萧 萧总 带了个明星 一块进了全市 赵向海唇角的笑容冷了 半晌 他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 赵向海平静吩咐道 派些人手多注意注意 真有什么情况 报告给我 赵向海远远地看见了乐乐 笑着朝他招了招手 挂了电话 赵向海蹲下身 把乐乐抱了起来 乐乐在赵向海脸上亲了口 大爸爸 我今天拿到老师奖励的红花了 看 乐乐黑黑笑 往四周瞧了眼 又有些失落 怎么二爸爸又没来 赵向海笑容凝了凝 什么都没表现出来 刚到家 发现萧也今儿 居然一反常态地在屋子里 没失踪 赵向海皱了皱眉 你怎么在 萧也放下手里头的东西 脱了外套 面无表情地说 回来换件衣服 赵向海瞧不得乐乐这副委屈样 拉住了萧也的手臂 留下来陪乐乐吃顿饭 赵向海尽量放揉了语气 他想你好几天了 萧也猴杰微微动了动 扭头看向乐乐 半晌 直走到乐乐跟前 蹲下身 在乐乐的脸颊上揉了揉 说 乐乐听话 二爸爸是真的有应酬 有事要忙 你和大爸爸一起吃也是一样的 萧也 赵向海加重了语气 听着是有些不悦了 我也不是没在外应酬过 在家吃顿饭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萧也看着赵向海这冷下来的脸 心里一下子有些了燥火 我真有事 下次再说 他大步走向玄关 当他即将走出门的时候 赵向海呼地又叫住了他 赵向海眼眸深沉地 像一汪南侧其身的海 包含着复杂不明的情绪 他沙哑着说了句古怪话 萧也 这个家七年了 不容易 不要让我失望 萧也在那一瞬间 心口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 他默默无声地出了门 打开车门的时候 不知怎么的 突如其来一股心虚 叶霆数了数日立上的日子 杨嘉丽该主动给他打电话了 九点 手机看看正想 叶霆轻轻用阴雅的声音轻轻说道 宝宝 我给你买了只很大的绵羊 你喜欢吗 杨嘉丽被叶霆吓着了 从于叶霆以来 他还从没听叶霆用这种语气说话 杨嘉丽有些警戒地问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叶霆在电话那头笑了笑 一周就这么一次机会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而已 宝宝 我还想给你买很多的绵羊公仔 到时候满满地铺一地 你要是回来 摔地上都不会疼 对了 你好久都没给我做烙饼吃了 前几天 我想自己做着试试 结果就给烙虎了 根本没有那个味道 还是想吃你做的 还是想你 杨嘉丽有些不适应这样的叶霆 但还是顺着叶霆的话题聊了会儿 杨嘉丽被叶霆吓着了 叶霆突然这么煽情 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叶霆呼吸粗重了些 终于问了个正经的 杨阳 你现在住的地方 是不是还有别的男人跟你一起 杨嘉丽无意瞒她 是 叶霆出了声 语气闷闷的 带了些恳切 宝宝 能不能别跟她走得太近 别让她亲近 别让她抱你碰你 杨嘉丽眨眨眼 捏着手机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她哑着嗓子答道 我和她只是朋友 叶霆这才笑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接下来的几次周五通话 叶霆都一反常态的温柔 杨嘉丽从一开始的不习惯 慢慢也开始适应起来 杨嘉丽忽然发现 自己和叶霆 好像多了许多话题 说话时 也没了心理压力 有种回到大学时代的感觉 宵夜这天打算到 叶霆家里去蹭顿饭 到了叶霆家 看到里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宵夜看着满地的小羊公仔 咳嗽一声 你是不是疯了 叶霆冷冷瞥他一眼 羊 一脚都不虚彩 宵夜艰难地换了拖鞋进入室内 宵夜一正 看到 要真这么想她 怎么不把人带回来 叶霆平静地说 找不到 而且她不愿意回来 她呼得又抬起头 面无表情的 但是我不会放她走 我会找到她 总有一天 也会让她愿意回来 我说过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她就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 宵夜笑了 你也就在电话里 装装纯粮了 脱了层皮 你还是那个偏执到死的性子 话刚说完 宵夜放在旁边的手机正响了 叶霆用余光一瞄 瞧见宵夜那手机屏幕上 闪着小腹两个字 宵夜皱了皱眉 拿起手机出了门 又到周五 杨嘉丽照例给叶霆打了电话 接起电话 还没等杨嘉丽开口 叶霆就说 宝宝 我买了好多你的专辑 杨嘉丽有点尴尬 不用买的 网上都能听 你还买了很多 电话那头 叶霆短暂地卡了几秒 别扭道 没 没买很多 就几张 放着收藏的 说完 叶霆低下头 悄悄用皮鞋 把装满了 崭新专辑的一个大纸箱子 踢进了桌子下面 叶霆说 宝宝 你专辑里的歌我都听了 但我还想让你现场唱给我听 可以吗 杨嘉丽问他 你想听哪首 叶霆想了想 那首少年有 杨嘉丽取来了一把吉他 把手机支在旁边 弹着吉他 用清透如少年的嗓音轻唱 这首歌是杨嘉丽好久以前写的 写的是一个少年 碰见了他最爱的人后的经历 少年和他爱的人 在人海茫茫的热闹街市上 红着脸 互相悄悄勾住了小拇指 在柔和的橙色晚霞中 坐在同一辆自行车上 叮铃铃地骑在学校大道上 在天色乌蒙的时候 一起走过城市街角 飘着豆浆香味的早餐摊在 大雪纷飞的时候 躲在远离纷扰和人生喧哗的屋子里 就像躲进了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小世界 少年窝在他最爱的人身上 他们拥抱 接吻 作爱 任凭大雪淹没了城市 静力替代了繁华 这首歌唱完 叶婷沉默了很久很久 好半天 叶婷才开口 说 杨阳 这歌里写的 是我和你吗 杨嘉丽轻轻恩了一声 大雪时候的我和你 叶婷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 电话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叶婷又开了口 只不过嗓音却变得沙哑 她说 杨阳 如果我说 我有一点点后悔 你会相信吗 杨嘉丽问她后悔什么 我后悔 如果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心里不那么怨你 能多懂你 多理解你 不一心一意 只想逼你抓住你 在你第一次在那个公馆 酒局上朝我伸手的时候 能够把你的手紧紧握住 你是不是 不会像现在这么讨厌我 叶婷咕咚叶了一声 我还在想 如果我没有那么贬低你 没有故意用小夏刺激你 没有当众把你撵出去 没做那些错事 你是不是还会像大学的时候一样 愿意粘着我 闹腾我 对我笑 叶婷笑了笑 宝宝 我不逼你 你能诚实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叶婷小声地说 你还有一点点喜欢我吗 不要以前那么多 一点点也行 有吗 杨嘉丽低声说 叶婷 这么多年了 我跟你变化都太大 我不像以前那么傻憨憨了 我之前老说 自己要当一辈子逍遥人 过逍遥日子 但被社会这么一毒打 我都觉得自己俗得不行 早不是你心里那样了 你也是 你大学的时候 虽然高冷 啊 性子也有那么些霸道 但还挺好 可现在的你 就像条恶狼 歹谁咬谁 又偏激又残暴 杨嘉丽话还没说完 叶婷沉沉叉了声 杨洋 我从来舍不得对你残暴 杨嘉丽哼笑 羞辱 抢奸 捆绑 囚禁 还不够吗 叶婷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你愿意回来 我保证 这些都不会再发生 杨嘉丽深吸了口气 说实话 我不太敢相信 半天没听见 电话那头的回响 叶婷拿开手机一看 这才发现 通话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断开了 凑巧得很 她的手机也紧跟着响了 研发不来的消息 工程师听着挺兴奋 通过您多次的通话记录 对比拼接 我们成功截获了正确的号码 并且进行了定位 目前 已经定位出了几个疑似地址 第二天中午 生活助理到了夜亭办公室 生活助理把一本小册子 递给了夜亭 力所开口 我对这几个地方 进行了信息调查 一共五个疑似地点 目前可以确定排除三个 剩下两个 一个在海滨市代开发区 这地方经济落后 附近 以大批带拆除的旧居民楼为主 环境较差 还有一个在郊区 环境僻境 只有一个刚建成不久的大型休闲山庄 比较引人注目 助理会议 打开一份文件放到夜亭面前 关于这个山庄 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 经缘休闲山庄 投资2300万 今年春天刚落成 老板叫刘勋 夜亭看着本子上出现的刘勋的名字 眯起了眼 生活助理问 您打算怎么处理 夜亭声音听着平静 可是夹着烟的手指 却有极轻微的颤抖 公司里挑几个靠谱的 我出钱 让他们一个人名义到这个山庄旅游几天 刘勋的名字上 看到火光熄灭 钢底被撵出一团团粉末状的冷灰 夜亭这才笑了 镜子轻声道 他最好没有别的心思 夜亭派出的人 第二天就抵达了山庄 他们就像最普通最正常的旅客一般 登记入住 四处游览 另外 还有一个人也在监视着杨嘉丽 画面一转 这个人是夜凡 是夜亭的哥哥 他准备派人先去接近监视杨嘉丽 这个人就是王阳 杨被夜亭暴风杀后 精神也出了点问题 是夜凡在他最落魄时帮了一把 但是夜凡这人很懂 不过别人不仅身体上折磨王阳 语言上说自己是唯一帮王阳的人 以后会对他好之类的话 使得王阳从心理上对夜凡又怕又感激 所以夜凡的命令王阳从不敢拒绝 夜亭终于收到了他们发过来的一封邮件 打开邮件 一串照片在屏幕中跳了出来 照片看起来就是偷拍的 聚焦不太好 有些模糊 对着照片端向许久 夜亭瞄见杨嘉丽旁边一样 笑得灿烂的刘勋 皱了皱眉头 刘勋碰着杨嘉丽的手臂 杨嘉丽脸上带了笑 酒窝浅浅 隐约能看到两颗小虎牙 他从旁边取过了剪刀 从底下开始咔嚓咔嚓往上剪 直到把刘勋和杨嘉丽的身形彻底分开 把杨嘉丽的那部分摆平整了 加进文件里 把刘勋的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 这时旁边的手机响了 已经封魔的夜亭听见后 大喊一句谁 拿过桌上的手机一看 是员工小李发来的 说杨先生和刘勋一起出门了 看见这内容 让夜亭更加上火 然后给小李回了条信息 让他仔细说下 这几天他们一起做什么 接下来小李开始虐狗 他们经常一起吃饭了 前两天一块泡过温泉 每晚都会在后山湖边散步 夜亭越看心越凉 最后实在忍不住将手机摔了 醋意已经让夜亭失去了理智 他脑海里都是杨嘉丽和野男人亲密的画面 夜亭不能忍了 也忍不住了 他决定必须亲自去一趟 要不媳妇就跟人跑了 暗地里的王阳松了口气 终于等到杨嘉丽落单了 把他带回去 自己就算完成任务 王阳轻轻来到杨嘉丽的身后 正准备打晕杨嘉丽时 就听见他自言自语说道 不当一人后 身材管理越来越差 要是让李大李二知道 肯定要笑话 王阳听见李大二字 顿时停下了手里的洞 不由地想起自己被人欺负时 是李大上前保护了他 李大是他离开娱乐圈后 唯一拿他当人看的 王阳看着眼前的杨嘉丽 心想他是李大最好的朋友 不能对他下手 但又想到 叶凡令人害怕的惩罚手段 王阳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叶婷打了个电话给行政助理 语气忧冷强势 接下来的这三天 我不在公司 有事你电话联系我 但有一点 你务必记住 我出去的事情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说到这里 他眼神陡然冷了 加重语气 尤其是赵向海 嘱咐完挂了电话后 看着屏幕上杨嘉丽的照片 轻声说 宝宝 我现在在离你很近的地 你能感觉到吗 我想你了 你知道吗 这时听见有人说话 叶婷抬眼望去 就见刘勋勋勾着杨嘉丽的肩 两人亲密无见 说说笑笑的 看着两人 刘勋也对着杨嘉丽笑 一只猪手攀上了杨嘉丽的肩膀 揽着杨嘉丽的肩 影子都被夕阳拉成长长一条 融到了一块 密无间隙 叶婷赶忙将车窗摇了上去 叶婷眯紧了眼睛 握着叶片的手慢慢捏紧 只鼓咯咯想 这么久以来 杨嘉丽几乎从来没对他这么开心的笑过 在他身边的时候 被他揽着抱着 也是出于无法反抗的麻木 而不是心甘情愿和欢喜接受 另一边 杨嘉丽散完步 回到卧室先洗了个澡 想起今天周五了 该给叶婷打电话 电话刚打通叶婷 就接了起来 不再是刚才残暴的样子 瞬间变得温柔起来 叶婷好像没事人一样 和杨嘉丽聊了会儿天 宝宝 杨嘉丽开心地说到 你下班了吗 今天的落日很没 你有没有看到 叶婷想着刚才 杨嘉丽和刘勋亲密的样子 纷纷地说到 看到了日头是挺好的 就是有点刺眼 叶婷这是把醋毯子打翻了 不明所以的杨嘉丽 满脸猛蒙你盯着太阳 看了那眼睛可不是会痛吗 叶婷瞬间心情好了点 你在关心我 当气氛渐渐活落的时候 叶婷呼得沉默了几秒 问 宝宝 你还喜欢我吗 杨嘉丽刚才还放松的语气 一下子凝重起来 这问题你问过好多遍 但你从来没正面回答 叶婷深吸了口气 苦笑 给我个答案 宝宝 求你了 说句话 好不好 杨嘉丽那边静默了很久 终于叹了口气 轻声说道 我这辈子 最幸福的就是 和你在一起的那几年 就算现在变了 我也永远都忘不了 那时候你的样子 叶婷呼吸一致 嗓子哑了 追问 那 你现在愿意回来吗 叶婷就急忙补充 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急着否定 只要你回来 我会对你很好很好 我会给你自由 我会像大学的时候 一样对你 杨嘉丽听了好久 半晌 只是低声答道 再说吧 叶婷带着压抑的语调 问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单纯的害怕我 还是因为现在 陪在你身边的那个男人 才不愿意回来的 我跟他是朋友 没别的关系 杨嘉丽声音跟着沉了下来 杨嘉丽的呼吸粗重了 好半天 才压着声音 声线尽量保持平缓 道 叶婷 你今天是打算 就这个问题死缠到底 来找我吵架吗 叶婷顿了顿 放柔了声音 轻声说 宝宝 我只是想让你回来 杨嘉丽没说话 半晌 叶婷听到他轻轻地挂了电话 叶婷收起手机 看着深冷的叶穷 和浓黑的滴云 胸腔里有团火在烧 叶婷回到家 一个人在喝闷酒 宵夜陪他喝了会儿 看不下去了 忙把叶婷端酒的手给拦住 叶婷 别别 行了行了 萧爷把酒瓶子夺下来 叹道 你要喝酒 也别惯这么猛 奇了怪了 今儿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叶婷眼里带了三分醉意 那眼神悠悠饭了 他抓住了萧爷的手臂 沙哑着问 他要怎么才能相信我 萧爷问道 谁 你要谁相信你 杨嘉丽吗 叶婷含着酒气哼笑 酒劲冲上头 说话颠三倒四地迷糊起来 从前有一只白白嫩嫩的绵羊 他刚瞧见我的时候 还跟我笑吗 还想跑到我身边 可惜我那时候太怨他了 我又想报复他 让他好好吃点苦头 又想把他抓回来 等他学会服软了 我再好好对他 萧爷拍拍叶婷的肩膀 宽慰道 行了行了 都过去了 叶婷低下头 呼得有些迷茫地问 萧爷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让他相信我 我要 要怎么做 他才能克服我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 萧爷这人 最拎不清感情那点叽叽歪歪的事 扛着半醉半醒的叶婷 到了看不见酒的地方 叶婷喝得烂醉 连衣服都没脱 蹬掉了鞋子 就摊上了床 萧爷择了声 费力气扒掉叶婷的外套 准备给他弄点醒酒汤之类的玩意儿 叶婷扭过头 醉熏熏的眼睛盯住了床的角落里 放着的巨大的公仔绵羊 眯了眯眼 阴雅地叫了声 羊 昏昏沉沉之间 竟然好像透过这只绵羊 看到了杨家丽的脸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叶婷把绵羊往怀里狠狠一塞 闭着眼笑 你回来了 这下你再也走不了了 我不会让你再逃走的 宝宝 他把怀抱拥得更紧 咬牙 不许再走了 不许逃跑 不许怕我 叶婷手指颤抖着 从腰间抽出了自己的皮带 眼睛发了红 你休想再走 他操起皮带 手上用了很力道 用这根皮带 把这只绵羊紧紧固了一圈 手指触上冰凉的皮带扣 要把皮带扣得锁给锁上时 他的手指又停顿了 半晌 忽然浑身一震 忙不迭地把皮带给用力松开 丢到一边 不 不绑了 叶婷有些慌乱 我不会再绑着你了 不会囚禁你了 而叶婷还抱着那只公仔在那叙叙叨叨 一直到大半夜 精力激进耗尽 叶婷才合上双眼 终于沉沉睡去 即使睡去 他仍然用手臂圈着那只绵羊 力道不减 安置好了叶婷之后 萧也出了门 傅周明已经在门外等着他了 傅周明对萧也打探道 叶总这是失恋了吗 萧也最烦别人这种若有若无的窥探 尤其对方还想从他这儿窥探他好兄弟的私密 更是叫他心生厌恶 所以回答得挺生硬 不该问的别问 傅周明似乎是有点尴尬 沉默半晌 才抢笑两声 说了句知道了 车里的气氛凝肃了一会儿 傅周明又打破沉默 向没事人似的笑道 萧总上次答应我的事情 还算数吧 萧也看着窗外 什么事 电影呀 傅周明笑意未改 我参演的一部电影月底就要上映了 萧总 你上次可是答应我了 要陪我一起去看 说话算话 不能反悔的 萧也拧了眉头 刚要开口 手机看看震了 屏幕上亮着赵向海前一秒给他发的微信 萧也打开微信看了内容 又是让他忙完快回家 少喝酒 路上注意安全之类的繁华 萧也回了个N 吸了屏幕 萧也看着车窗外流动的景色 半晌 沉闷的回了句 知道了 再说杨嘉丽这边第二天 杨嘉丽已经沉迷于鼠前的快乐中 并洋洋自得道 没想到这张专辑这么 受欢迎 正好拿着这笔钱 给薰哥添点东西 省得我总白吃白喝 过意不去 这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吓得杨嘉丽魂飞魄散 拿起手机一看 是个陌生来电 心里奇怪到 这个号码应该是保密 不该有人打来才对 又仔细看了看 觉得这个号码 好像有点眼熟 这时 脑子灵光一现 这个号码是蓝天的 杨嘉丽正奇怪 蓝天怎么知道 他现在这个号码 蓝天那边就嚷嚷开了 我都要去国外了 临走之前想见你一面都见不着 好歹我也是你的专制看护士 那个赵总也把你藏得太严实了 我问了他好几次 他都不肯说 家里听到蓝天闹嚷的声音 嘴角不由地勾了起来 那你现在是怎么知道的 蓝天黑黑笑了两声 还是我家婷婷有办法 把你的消息从赵总嘴里撬出来了 杨嘉丽愣了几秒 这才反应过来 这个婷婷指的就是软燕婷 听你语气 你这是不生她的气了 要跟她走了 生气还是生气的 毕竟男儿贞结毁于一旦 不过 你听 杨嘉丽把手机拿进了些 仔细一听 蓝天那边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猫叫声 杨嘉丽没忍住笑出了声 铁骨蒸蒸 命死不屈 为猫折腰 牛逼牛逼 两个人许久未见 如今终于联系上了 抱着手机唠嗑了好久 手机都热得烫手 聊到最后 蓝天才忙不迭地吆喝 不跟你说了 我得收拾东西了 十一点的飞机呢 哎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你要是什么时候有空 飞趟美国吧 我带你耍 机票我报销 时速我全包 猫也可以给你抱一抱 杨嘉丽还沉浸在和蓝天唠嗑的余悦里 就有人推了门进来 她放下手机 要跟着下楼 脚步一顿 她又折返回来 里头是一打钱 杨嘉丽进了楼下的一家餐厅 刘勋正坐在餐厅靠窗的一个位子上 面容带笑 她看着刘勋脸上的笑容 不由得奇怪 问 勋哥 这是怎么了 笑得这么开心 牛排还没端过来 这餐厅门又被打开了 从外头涌进来一批人 她觉得挺奇怪 周围空位子许多 很多人却不知怎么的 凑巧坐在了离杨嘉丽的位子挺近的地方 也不怎么说话 点了餐就默默等待 杨嘉丽收回目光后 那几个人也把视线暗磋磋地投了过来 心里头觉得有点疑惑 不过仔细想了想 应该是自己拍 敏感 这个旅客住了这么长时间 有问题的话 也挺早找来了 其中一个离杨嘉丽靠得最近的 默不作声地掏出手机 轻轻反扣在桌子上 适应声端着刘勋 亲自见的牛排上来 杨嘉丽拿着刀叉 切了一小块放进嘴里 嚼了会儿 杨嘉丽咽下一口 毫不吝啬地给予夸赞 练了几天就有这个手艺 勋哥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天赋 刘勋一听这话就乐呵了 一双俊眼里头晕着亮光 刘勋此时面色飞红 突然轻声说到杨杨 其实我今天特地准备这些事 有些心里话想和你说 杨嘉丽有些尴尬 一时不知如何 勋哥 你这是干什么 刘勋眼神一点点变得火热起来 杨嘉丽还没来得及开口 刘勋忽然又伸出手 紧紧握住杨嘉丽的手 眼中带着热烈的啃窃 杨嘉丽手被刘勋攥住 有些尴尬 他手臂用了力 他指示着杨嘉丽的眼睛说道 这段时间和你相处 我发现我真是挺喜欢你的性格 每次看到你真心实意的笑 我觉得自个儿也跟着开心了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杨阳 刘勋说到这里 呼得深吸了口气 眼神定定 我知道你现在单着 我就想问问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离杨嘉丽最近的那个人 手机放在桌子 手机屏幕依然亮着未熄 通话还在继续 这一切都被叶婷听见了 此时的叶婷焦躁不安 他也在等杨嘉丽的答案 杨嘉丽低头沉默了片刻 开口说道 抱歉勋哥 我对你没有这个心思 听到这话叶婷喜笑颜开 放下心来 杨嘉丽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接着说道 而且 我今天其实是来和你咨询 本来杨嘉丽没这么快做决定 谁知闹了这么一出 也不好再待下去 刘勋听见此话 有点慌了 是我吓到你了 怎么突然要走了 杨嘉丽哪能说实话不是 之前就是暂时避避 现在风头过了 再打扰你就说不过去 还有这段时间让你破费 这笔钱希望你能收下 将钱袋子递给刘勋后 杨嘉丽起身就走 刘勋在后面追着 周五晚上 杨嘉丽照例来了电话 叶婷这次跟他聊了半个小时 两个人默契地都没提到之前的话题 杨嘉丽对一切仍然毫无察觉 叶婷也不显山不露水 只是安静地听杨嘉丽少年般清透的嗓音 躺进而里 聊到最后的时候 叶婷哑着嗓子 笑着说 宝宝 你可能不知道 我现在这栋房子 变得特别好 杨嘉丽也轻松地回问他 怎么个好法 叶婷沉吟一会儿 道 气氛好 住着舒服 设备齐全 你喜欢的这儿都有 适合养生 养花 养猫 对了 更适合养你 杨嘉丽脸一下子红了 你说什么疯话呢 扫皮 叶婷沉沉地笑了 笑容似有深意 杨嘉丽嘟囔 你房子装得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 瞎扯淡 杨嘉丽还没听明白 叶婷这话的意思 就听到叶婷那边 响起了挂断的嘟嘟声 叶婷第一次主动挂断电话 杨嘉丽挺惊讶 叶婷这边 挂了电话 放下手机 坐在黑夜里 又抽了支烟 她光脚踏着毛茸茸的地毯 手边放了个猫玩具 耳朵听着书架上 影响播出的杨嘉丽专辑的歌声 嘴角一直挂着淡淡的微笑 对着手机自言自语 道傻洋洋 刘勋都对你展开攻势 我还会放任你 留在那吗 乖乖等着我 下周一我 亲自接你回家 你永远是我一个人 周六晚上 叶婷组织了一场酒局 赵向海也在邀请 支烈 结束后 一群人都喝得 有点晃晃悠悠的 走出文南宫 赵向海心里 还有点奇怪 今天是叶婷团的举他 自己倒提前走了 只留助理在那应酬 这人不禁念叨 只见叶婷助理脚步虚无 跌跌撞撞的一个没留意 撞上了赵向海 赵向海心里 一紧赶忙把他扶住 并将助理塞进一旁 等候的出租车上 心里还不断吐槽到 叶婷的助理 怎么喝成这样 年轻人也不知道悠着点 这时助理掉落在地上的手机量了 赵向海这才发现 准备捡起 本无意偷窥别人的信息 可欲光一扫 赵向海的视线却凝住 微信上有条新消息 以上是今天杨先生的照片 赵向海心口一颤不好 看来叶婷已经找到杨嘉丽 他缓了一会 急速让自己冷静下来 将手机丢回助理身上 带车走后 赵向海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打给了杨嘉丽 杨嘉丽接电话的时候 好像是被电话吵醒的 打了个哈欠 困倦道 海哥 赵向海冷静地问 小杨 你还在山庄吗 还在这儿 打算找到房子了就搬走 怎么了 赵向海平住了呼吸 声音沉沉 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很重要 你先调整状态 保证你情绪保持稳定 不要慌张 周一 叶婷按照计划带了保镖出发 这次 叶婷没在藏头露尾 而是正大光明地 斜着自己的阵仗 进了山庄里头 刘勋脸色不大好看 瞧见叶婷带着人进来 只是冷笑了两声 叶婷看见刘勋脸上的冷笑 观察着他的反应 心中忽然咯噔一下 有股不好的预感 等叶婷走到了跟前 刘勋才慢悠悠地放下茶杯 默然说 广汇集团的叶总 居然也来光临 我这不起眼的小山庄了 稀客 我招待不周 失礼了 叶婷眯起了眼睛 两个人默默无声对峙了会儿 叶婷冷冷开口 我不想和你兜圈子 人 还给我 刘勋还在装傻 人 什么人 我抢了叶总的人吗 叶婷就伸出手 直直扣住刘勋的脖子 把人碰一声按在了墙上 眸色凶狠 又惊又怒 再说一遍 刘勋咳嗽两声 脸色被掐得发红 他瞪着眼睛 终于也磨牙早耻 毫不顾面子 他知道你要来了 可不得赶紧跑吗 叶婷手指的力道慢慢收紧 他转过头 对后头那群保镖扫了眼 深冷道 去确认一下 保镖一眼找人 没多久就回来了 冷汗淋漓地说 叶总 人确实不在这儿 叶婷转回头 眼里冒着嗜血的劲 咬牙切齿 那么 他哪儿去了 刘勋挣不开叶婷发疯似的力道 呛着说 我不知道 叶婷捏起另一个拳头 只鼓咯咯响地害人 刘勋 我再警告你一次 别在我面前玩你那套花样 别以为你有本事 在我面前硬气 你这点东西 我还不放在眼里 他人去哪儿了 告诉我 立刻 马上 刘勋双目圆睁 撑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脑门上蹦了青筋 我说了 我他妈不知道 他提前知道了 你要过来 头天晚上就背着包走了 连我都没来得及告诉 只留了钱和信 叶婷半信半疑 直到刘勋从口袋里掏出信纸 他才松开了手 冷卓眼 一目失航 看完了这封信 叶婷眼眸中酝酿着风暴 他把信纸揉成团 四人的目光深深地看了刘勋一眼 挥了手 带保镖离开 离开贵宾厅前 叶婷转过头 对刘勋默然说道 你该庆幸 杨阳在你这儿住着的这段日子 你对他确实不错 以及 没能真的得手 说完抬起脚 就猛踹在刘勋肚子上 这狠话 也撂了人也打了 叶婷没在留恋 快不离开了 暗处的王阳目睹了这一切 也才知道杨嘉丽走了 画面一转 来到了第二天 保镖昨晚加班 调查出杨嘉丽的动静 并告知了叶婷的助理 这部助理早早来跟叶婷汇报 叶婷听完后抬头问道 军区接应他的人是谁 助理回道 没有人接应车 直接开进去了 把手太严 我们的人进不去 叶婷把烟头暗灭在烟灰缸里 吩咐到家警盯着 进出人都查仔细点 这时 助理提及了另外一个 发现说昨晚查监控 时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已经跟了杨先生一星期了 叶婷看着助理 递来的监控录像 奇怪到他还敢出现 助理结结巴巴地回答 王阳不是独自行动 初步预判他背后有那人是樊少 叶婷猛地站起身 不可置信地喊道 叶婷